霸天五魂,第3921章,这个灵霄不好惹,作者,千里牧尘,啊,三眼突然间惨叫了一声,那第三只眼竟然开始流血,脸色一片惨白,灵霄则站在那里冷笑,什么? 众人看到三眼的情况,都是大吃一惊,三眼在冰皇宫中也是一号人物,尤其是他灵魂密法,配合第三只眼,无比强大,就算是同等修为的武者,遇到了,也够吃一壶的,但灵霄这家伙,竟然完全无惧,反而还将三眼给反噬了,冰玄姬冷冷看向灵霄道,你敢伤三眼,找死吗? 笑话,他能用幻术伤我,我为何不能反噬他?照你的罗剑,我就该被他欺负了,灵霄不懈道,倒是你,想杀就杀,我倒要看看,你在这里怎么杀我? 他看着冰玄姬,态度完全没有服软的意思,简直彪悍非常,冰玄姬看着灵霄,在雪月大国,他都未曾见过如此嚣张的人,他以为自己够嚣张了,没想到, 还有比他更嚣张的,真是有点意思啊,三眼,你怎么样?他忽然收回目光,看向了身旁的三眼问道,我的第三只眼受伤了,恐怕暂时不能用了,三眼叹了口气道,都怪我,太轻敌了,那人怎么样? 冰玄姬又问,很强,他恐怕最厉害的,反而是灵魂密法,灵魂强大到一个恐怖的程度,不好惹。三眼压低了声音回答道, 难怪修为那么差,这就说得通了,冰玄姬点了点头,随即看向了灵霄道,希望你把这强大的能力,用再为雪月大国争光之上,别总想着算计同门,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的。 灵霄淡淡道,呵呵,冰玄姬笑了笑,没有去接灵霄的话茬,而是取出一枚丹药给了三眼,让三眼赶紧服下。 可见,三眼在他心目中,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但他这个举动,却让其他人有些发呆。 堂堂冰玄姬霸道非常,怎么会轻易放过那小子啊?但事实上,冰玄姬就是这么做了,这让人们不得不再度正视灵霄这个存在。 其实冰玄姬何尝不想杀了灵霄,但这里是雪月秘界,在这里明着杀自己人,那绝对是会被问责的。 雪月大国与别的势力还不太一样,最起码表面上非常公寓,就算他已经被内定为太子人选,也一样要接受最严厉的惩处,否则无法服众。 狼将军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聚会了,但每一次看到的都是永夜宫的人被欺负的场景,他却不能插手,每一次都是郁闷地离开。 但这一次终于不一样了,灵霄,施少宝,明霜,雪无霜等人的存在,让现在的永夜宫变得比以前强大了很多。 除了冰皇宫,他们的实力或许已经不输给其余十宫了。 欣慰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灵霄,得到三大王者的指点,想必实力被最初见到他的时候还要强悍。 他真得真想知道这一次的秘境之行会有什么样令人兴奋的结果。 现在的年轻人还真得很活跃啊。 就在此时,一个中年男子缓缓而至,笑眯眯地坐在了居中的宝座之上。 他是冰皇宫的公主,同时也是雪月大国的王,更是雪无霜的父亲,雪满天。 雪满天看起来很普通,几乎没有任何威严的气息释放。 但这种人才更令人感觉到恐怖,将所有的气息完全收敛,就像是完全消失一般。 参见王? 众人纷纷攻身行礼。 嗯,十二功德的精英都到了呀。 你们这一百二十个人,将会成为我雪月大国未来的希望。 本王在这里,只有两点要求。 第一,从秘境活着回来。 第二,切记自相残杀。 同门之间互相争斗,互相竞争可以理解。 本王也不会拦阻。 但如果在对外的活动之中自相残杀,那就不要怪本王不客气了。 本王必须提醒你们一句,秘境之行绝对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西天强国,一共三百大国,每一个大国或多或少都会派遣舞者前往。 来的都是精英,都是天才。 他们的实力,未必会输给你们。 若你们搞内讧,自相残杀,那么最终,只会是让别人白白捡便宜。 都明白了吗? 明白。 众人用嘹亮的声音回应。 但究竟是否把这番话过心了,谁也不知道。 或许只是表面上应声。 毕竟从方才发生的一幕来看, 这雪约大国十二宫之间的关系,可不怎么和睦啊。 好了,话不多说了。 记住本王方才提到的两点就行,准备出发吧。 雪满天,深吸了一口气。 因为,他不会跟着去,所以秘境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无法预料。 他只能尽自己的可能,让这些人多活着回来几个。 如果灵霄没有经历太多的事情,他兴许也会为这种场面而感到激动。 但可惜,他经历的太多,也见得太多,早已经麻木了。 他现在心中唯一想着的就是能够得到秘境之中的受神之血。 另外,为永夜宫做点什么? 比起雪约大国,他对永夜宫的归属感更强一些。 毕竟在永夜宫,他得到了一些真正对他好的人的帮助。 而其他人,显得都有些激动。 秘境之行,已经筹备了许久。 事实上,早在一年前,临选的消息就已经发布到了全国。 这一次前来参加临选的人,都是一年前就开始准备的。 而其余十一宫的人,更是如此。 现在,终于要出发了。 每个人都很激动。 秘境,危险而又充满了机遇。 你可能会遭遇到死亡的危险, 也可能会从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一飞冲天。 这就是秘境最大的吸引力。 虽然有些人在临出发之前会有些担忧,甚至有些惶恐。 但这并不能阻碍他们前进的脚步。 既然选择了成为一名舞者, 那就不可能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 你不肯冒险,不肯拼搏,最终就会被大潮给淘汰。 彻底沦为别人眼中的废物。 到外面去。 血满天,引领120个人到了外面。 那里,站着12个全身赢甲的舞者。 他们会是这一次的领队。 分别带领12支队伍。 每一个银甲舞者的身旁都停着一只巨大的妖兽冰雪飞龙。 这是拥有着巨龙血脉的一种妖兽。 实力很强大,飞行速度也非常快。 每一头都能乘坐数十个人。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3922章 危险的秘境。 作者千里牧尘。 十二宫,出发。 血满天下达命令的一瞬。 120个年轻的舞者都跟随自己的领队踏上了冰雪飞龙的身体。 那些领队,是领队,也是负责驾驭冰雪飞龙的人。 哄。 拍打翅膀的声音响起, 十二头冰雪飞龙穿越了传送门, 飞出了雪月秘境,朝着秘境的方向前进。 灵霄看着那个银甲人,实力不算太强, 估计也就是神丹镜七重前妻左右, 和狼将军实力相当。 但这样的高手,竟然有十二个。 这就可怕了。 雪月大国,真得是令人畏惧啊。 银甲人身上的铠甲,不光有防御效果, 而且还能收敛气息,隐藏修为。 要不是灵霄拥有太极眼, 根本就无法看出来他们的真实修为。 都做好了,要加速了。 哄。 加速的一瞬,众人感觉差点就被甩了出去。 铭霄毕竟身体小,所以抓得不够稳固。 就在此时,冰雪飞龙身上有一人做了个小动作。 竟然暗中弹出一道剑光, 刺向铭霄抓住羽毛的手。 虽然这伤害不了铭霄, 可疼痛还是让铭霄下意识地放开了羽毛。 身体被刚锋瞬间吹飞了出去。 铭霄! 灵霄见状,想都没想, 直接跳了起来, 进入无极天署受魂变身之中。 飞向了铭霄, 将铭霄在千军一发之际给抓住。 接了回来, 真没用, 居然这都能被甩出去。 龙剑山嘲讽地说了一句, 这让原本就在气头上的灵霄灯时就火了。 冰冷的寒光在眼中闪烁。 你刚刚说什么? 还有, 你刚刚做了什么? 不就是说句话吗? 犯得着那么生气吗? 或许是仗着那银甲武者的存在, 龙剑山胆子还挺大。 灵霄, 既然都没事了, 那就算了, 大家都是永夜宫的人。 雪无双出来坐和氏佬, 他大概是觉得自己的关系和灵霄已经有了缓和, 所以应该说话管用。 但灵霄却看都没有看雪无双一眼, 冷冷道, 最好闭上你那张嘴。 否则, 信不信我把你从这里扔下去? 雪无双一瞬间就梦了,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错。 对灵霄而言, 明霄这样的朋友, 甚至可以说是妹妹, 那无比的重要。 龙剑山赶出手暗算明霄, 还口出不逊。 灵霄早就已经产生了浓郁的杀意。 若非忌惮那银甲武者, 他现在就已经把龙剑山给灭了。 不过, 即便有那银甲武者的存在, 他也不可能轻易放过龙剑山这家伙。 冷笑一声, 他突然一个闪身到了龙剑山身前, 而后一脚飞起, 将龙剑山直接踹飞了出去。 谁都没想到, 灵霄居然会这么做。 那银甲武者, 企图操控冰雪飞龙, 去接龙剑山, 但却被灵霄给制止了。 秘境重要, 还是一个废物重要。 你心里头应该有谱吧? 那银甲武者愣了一下, 玄疾叹了口气, 反正以龙剑山的实力, 从这摔下去, 应该也不会死。 顶多就是吃些苦头, 会去得比较晚一些罢了。 所以就没有再做什么, 冰雪飞龙依旧向前飞去。 灵霄, 我要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啊! 龙剑山的怒吼声 在狂风之中咆哮。 既然永夜宫不要你, 不如跟我们一起如何? 突然, 又有一头冰雪飞龙飞来, 将龙剑山接了上去。 正是雪阳宫的冰雪飞龙, 说话的便是那星夜。 雪阳宫对灵霄恨之入骨, 只要是灵霄的敌人, 便是他们的朋友。 而且, 龙剑山的实力, 看起来也不弱, 绝对能够成为他们的一大助力。 死了也不可惜, 反正又不是他们的人。 好! 龙剑山想都没想, 便答应了。 对他而言, 这可是极好的机会啊。 不说他这边, 十二头冰雪飞龙, 足足飞了三天三夜, 方才抵达了秘境所在地。 在这个过程中, 灵霄与刚风为敌, 坚持修炼。 抵达秘境的时候, 修为有突破了一层, 达到了神丹镜三重后期。 虽然只是小小的进步, 不过也是值得庆贺的。 秘境之外, 此时已经聚集大量的舞者。 对灵霄来说, 这些都是陌生面孔。 其中不乏强悍之人, 但是他的目标依然没有变。 他要的是兽神之血。 谁敢阻拦他, 他就灭谁。 管他是什么人呢? 距离秘境开启, 还有半个小时, 大家稍等一下。 这种秘境, 不是人力能够开启的。 所以, 就算三百大国的舞者都到了, 也只能等着。 在等待的时候, 赢甲舞者把秘境的大概情况 给他们说了一些。 这秘境有些特殊, 只有25岁以下的舞者才能进入。 曾经有超过25岁的舞者企图闯入, 结果被秘境周围的恐怖阵法当场击杀。 听到这个解释, 林霄才明白, 为什么这一次血跃大国来的人 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有些秘境, 就是专门给年轻舞者准备的。 昔日的强大舞者因为没有收到好的徒弟, 所以, 为了在死后, 可以将自己的一波传给有资格的人, 就设置了这样的阵法。 倒也是用心良苦了。 半个小时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恐怖的雷声响起, 一道道天雷从空中坠落, 狠狠坠在地面之上, 天都仿佛要踏了一般。 那华丽的雷电天幕之后, 是一座巍峨浩瀚的宫殿。 这规模, 比之东圣古皇留下来的宫殿, 还要辉煌得多。 而且保持完好。 这说明, 宫殿所用的阵法非常厉害。 当初修建的时候, 技术也非常成熟。 尤其是看到那一道道璀璨的光芒从宫殿之中射出, 竟令人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So! 突然, 一道身影从人群中窜出, 看起来年龄明显超过25岁了。 而且, 实力也非常强大。 吃秘境里的宝藏, 都是我的。 那人虽然也听说过25岁以上不能进入秘境的说法, 但显然根本就没有当回事。 看到这一幕, 许多带对而来的高手都没有去阻止, 反而是心中冷笑。 如果没25岁以上的舞者可以进去, 那他们早就进去了。 还用等到现在? 哄! 那人靠近电网的一瞬, 整个就被烧成了焦炭。 那可是神丹镜七重圆满舞者啊! 居然就那样被弄死了。 看到这一幕, 许多跃跃欲试的家伙, 才终于放弃了试探的想法。 还有一些隐瞒自己年龄, 装作25岁以下的, 也吓得直接退出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3923章, 吃人的壁画, 一, 作者, 千里牧尘。 虽然都说, 只要不超过25岁的舞者, 就可以进入。 但由于那个人死得太惨, 所以还是让很多人犹豫了起来。 我们走, 林霄剑没有人进去, 便招呼了施少宝和明霜, 杨默一声, 抢先进入。 他的太极眼, 能够变息那雷电阵法, 是否危险。 施少宝, 明霜和杨默, 是非常信任他的。 所以并未迟疑, 便跟着他一起冲了进去。 当他们穿过电网的时候, 电网感觉, 就好像突然间消失了一般。 没有产生任何的伤害。 看到这一幕, 其他人才敢往秘境之中而去。 贪婪和欲望终究还是替代了恐惧。 秘境就是一座雄伟的宫殿。 林霄, 施少宝, 明霜和杨默刚刚踏入, 便有大量的舞者涌入。 不过, 这跟他们没关系。 只要不发生冲突, 他们也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 全是剑山草。 而且不止一株。 林霄的太极眼, 捕捉到面前的空地之上, 有多达十几株剑山草。 而且每一株的年龄, 都比他们之前在雪月秘境之中得到的要好。 最差也是三千年的剑山草, 太好了。 四人冲了上去, 赶紧摘取剑山草。 他们是最先进来的, 自然是占了先机。 小子, 放下剑山草, 不然弄死你。 突然, 身后一阵狂暴的气息, 扑向了林霄。 这人之所以选择林霄, 而不是施少宝。 杨墨, 或者明霜, 自然是因为, 林霄的表面, 实力最差。 柿子肯定是要减软地捏。 林霄哥哥小心。 明霜急忙提醒道。 不过林霄似乎没有看到, 身后来袭之人一般, 依旧在摘取剑山草。 这些好东西, 绝对有助于他的实力再度晋升。 而且身后那人实力如何, 他自然心里头有数。 哄。 恐怖的轰鸣声响起, 那一拳接接实实落在了林霄的脑袋之上。 攻击之人露出了猙獰的冷笑。 其余人也是跟着幸灾乐祸。 几个废物也敢抢宝卧, 这不是找死吗? 然而就在此时, 所有人的笑容都骤然凝固了。 林霄的脑袋不仅没有被轰爆, 而且没有被轰烂, 绝对地完好无损。 不仅如此, 林霄已经完成了对剑山草的采摘。 骤然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捏住了攻击他的人的咽喉。 冰冷的面容上露出了几分不屑。 死! 没有给对方求饶的机会。 林霄毫不留情地捏碎了对方的咽喉, 而后捏爆对方的内丹, 吸收了其中的能量。 这是一个神丹镜五重圆满修为的武者。 内丹的力量还是十分充沛的, 不过转化为林霄的修为海能量, 还是无法让林霄瞬间突破。 不过林霄不在乎, 这一次进入秘境的人有上万之多。 找死的人绝对不会是这一个, 他有的是办法提升自己的修为。 众人看着这一幕露出了惊恐之色, 这人并不是表面上那么弱呀。 而且, 这也太狠辣了吧, 说杀就杀, 完全没有丝毫手下留情的意思。 林霄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他要震慑一下那些企图对他下手的人。 不然太多人来找麻烦, 就没时间去夺取宝物了。 咱们走, 林霄并未继续待在原地, 此时涌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谁知道有没有那不怕死的来找麻烦。 既然已经采摘了剑山草, 就没有浪费时间的必要了。 他抬一脚向前走去, 另外三人跟在后面。 按照我的脚印前进, 林霄突然提醒道, 因为他发现前方有陷阱, 他的太极眼可以看到, 而旁人却不能。 不过, 他只要保护好自己的人就行了。 至于其他人, 他并不在乎。 三人刚刚通过陷阱区, 忽然间身后就传来一声惨叫, 只见一人浑身燃烧起了诡异的白色火焰, 当场就被活活烧死了, 连内单都没能逃脱。 这里还真是恐怖, 虽然一进来就发现了那么多剑山草, 不过危险也是重重啊。 若非林霄大哥, 只怕我也栽了。 杨默看到后面那些人, 战战兢兢地不敢前进, 不由探到。 秘境里边, 一般都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其实我倒是希望危险多一些, 这样得到的好处也会更多。 林霄笑着说道, 等一下。 突然, 他停了下来, 看着两旁墙壁之上的那些壁画, 皱了皱眉。 这些壁画有些怪异啊。 施少宝也出声道, 仿佛不是直接画上去的, 倒像是通过某种特殊的手段制造出来的。 每一幅画, 每一个线条, 似乎都透着诡异的力量。 我虽然不懂阵法, 但这应该与阵法有关吧。 嗯, 的确有阵法有关, 但太复杂, 短时间内想要破解, 几乎不可能。 林霄是阵法大师, 自然能判断出来。 不好。 就在此时, 杨默好奇地碰触了一下墙壁, 感觉自己整个人, 都好像要被那壁画吸进去一般。 身体, 都开始变得虚幻了。 他惊呼了一声, 林霄急忙上前, 直接切断了他的右手。 对于神丹镜舞者而言, 肢体断掉并不算什么, 还是可以恢复的。 但人被吸进去, 就麻烦了。 在右手被切断的时候, 那右手竟然融入到了壁画之中, 与壁画中的图案交织在了一起。 好险。 多亏了林霄大哥, 不然我就成了这墙壁上的壁画了。 杨默吓得脸色惨白, 赶紧把这疗伤丹服下, 快点恢复右手, 如此战斗才有把握。 林霄给了杨默一颗疗伤丹, 也是心有余悸地, 看着这墙壁上的壁画。 壁画其实并不多, 一共就只有九幅, 但每一幅, 都让人感觉到非常可怕。 接下来, 都不要碰触这些壁画, 太诡异了。 我的太极眼, 竟然都没有识破这壁画的危机。 林霄提醒道, 就在此时, 已经有人通过了之前的陷阱。 毕竟不是林霄一个人懂得铜数, 也不是林霄一个人懂得机关之数。 但这些人过来之后, 并未对林霄动手。 之前那一幕, 他们还记得很清楚, 对林霄出手, 是要承担很严重的后果的, 搞不好就是个死亡。 有人抢在林霄他们前面继续前进。 而有些人, 则同林霄一样看向了那些壁画。 我奉劝你们不要碰触那些壁画。 看到永夜宫的人想要接触壁画, 林霄提醒了一声。 毕竟是一起来的同门, 随口提醒一句也不费什么。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3924章, 吃人的壁画, 二、 作者, 千里牧尘。 在林霄的提醒下, 虽然永夜宫的几个人停下了, 但雪阳宫的一名舞者, 却冷笑了起来。 你不会是, 发现了什么宝物, 所以想要独吞吧? 你不让我碰, 我偏要碰。 他伸手就朝着那壁画摸了过去, 林霄没有阻止。 既然有人想要找死, 他管那么多干什么? 啊! 那人碰触壁画的一瞬, 整个人就陷入到了和杨墨一样的状态。 只可惜, 他没有杨墨那么幸运。 雪阳宫的人看到这一幕都远远避开, 根本没有人去救他。 结果下一刻, 他就那么活生生被吸入到了壁画之中, 成为了壁画的营养。 太可怕了。 这一幕, 吓得其他人纷纷避开了墙壁。 很多本来还打算查看壁画的人也离开了。 这鬼地方太危险了。 真是白痴, 早说过不让你们碰的, 却非要作死。 杨墨美好气道。 好了杨墨, 不要管他们了。 林霄暗中传音道, 这九幅壁画有些诡异, 不如咱们用特殊的手段将其刻印下来, 或许会有用处。 他相信这些壁画绝非简单的陷阱。 而且, 即便是陷阱, 也是值得研究的。 如此厉害的陷阱, 如果用在战斗之中, 那帮助绝对不小。 同意。 鸣霜点头, 而后灵魂传音给另外三人道, 我也能感觉到, 这壁画之中, 蕴藏着强悍的灵魂力量。 咱们只需, 将其刻印在灵魂海中即可。 说不定真的是什么好东西。 施少宝和杨末都表示同意, 只要不用手碰, 就不会有危险。 将东西刻印在灵魂之中, 虽然有点困难, 但对他们这些神丹禁舞者而言, 也不算什么。 于是, 四人同时开始行动。 片刻之后, 灵霄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好可怕的壁画, 竟然好像在对抗我的灵魂一般, 根本无法将其刻印在灵魂之中。 是啊, 太诡异了, 我也一样, 不仅无法刻印。 而且接触的一瞬, 我就感觉到, 灵魂好像要被它吸进去一般。 好危险。 杨末说道, 施少宝的情况基本差不多。 冥霄能好点, 虽然没记住, 但并未遇到危险。 不过这件事, 还是让他们十分惊骇。 要知道, 神丹禁舞者的灵魂 比一般人强大太多了。 居然无法记住这些壁画, 这事儿太过匪夷所思。 师兄, 杨末, 你们两个放弃吧, 在一旁抱我和冥霜护法。 灵霄想到了一种可能, 这壁画, 也许就是为灵魂无辙准备的。 他和冥霜虽然没有记住, 但那是因为灵魂没有专注的缘故, 毕竟还要时刻注意周围的危险。 身旁的所有人, 除了他们几个, 都可能是敌人。 好。 施绍宝和杨末点了点头, 靠近了灵霄和冥霜, 为他们两个护法。 随即, 灵霄和冥霜又开始了刻印。 灵霄直接开启太极眼, 而后专注于灵魂力的输出。 灵魂力附着在那壁画之上, 一道道清晰的纹路, 开始在他的灵魂之中浮现。 就是感觉有些刺痛, 好像用刀子在灵魂之上作画一般。 那种感觉可不舒服, 可他还是忍了下来。 这样的痛苦, 他以前也经历过, 没什么大不了的。 第一幅, 完成! 终于, 他成功了。 第一幅壁画, 被他刻印在了灵魂之中。 虽然暂时还无法理解, 这究竟有什么用。 不过他认为, 这东西绝对不简单。 第二幅, 完成! 每刻印一幅壁画, 他的疼痛就会加深一些, 感觉灵魂都好像要破碎一般。 但他还是咬了咬牙, 坚持了下来。 越是困难的事情, 就越有意义。 一旦完成, 将收获颇丰。 灵霄始终坚信自己的这个观点。 身旁给灵霄护法的施少宝和杨墨, 十分惊讶。 此时, 他们能够感觉到灵霄和明霜身体之中, 那释放出来的恐怖灵魂力。 简直可怕。 灵霄大哥不是魂族人吧? 灵魂力居然比明霜还强。 杨墨心中惊讶。 但嘴上并未说什么, 毕竟此时他担任的是护法之职, 不能分心。 第三幅, 完成! 灵魂力就像是倾泻一般, 疯狂消耗。 他相信这些壁画, 绝对是古代的强者刻上去的。 不然的话, 不可能会如此强大。 第四幅, 完成! 压力越来越大, 可灵霄却依然在坚持。 另外一边, 明霜却已经放弃了。 他只刻印了四幅壁画, 就已经几乎将灵魂力完全耗光。 不由露出了苦笑, 急忙扶下了一枚固魂丹。 灵霄哥哥, 果然厉害。 他盘膝恢复。 作为一个灵魂舞者, 灵魂力是非常重要的。 不恢复的话, 战斗都成问题。 便在此时, 雪阳宫的人走了过来。 其中还有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家伙, 龙剑山。 站住! 你们想干什么? 施少宝冷冷问道, 迟准你们待在这里, 别人就不行啊。 龙剑山不屑道, 你们看你们的, 我们看我们的, 互不干涉。 他嘴上这么说着, 可突然间飞起一脚, 踢在了灵霄的后背之上。 灵霄因为全神贯注的刻印壁画, 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御。 被这一脚踢中, 整个人都撞击在了壁画之上, 然后渐渐被吸了进去。 快走! 做了这个事之后, 龙剑山知道会有麻烦, 急忙转身就逃。 雪阳宫的其他人也跟着走了。 他们很清楚不是施少宝的对手, 不会留在这里等死。 灵霄哥哥! 明霜惊呼一声就要扑过去, 但被施少宝死死拽住了。 没用了。 此时, 灵霄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壁画之中, 彻底消失。 想救, 都不可能了。 我要杀那个龙剑山! 明霜的脸色难看至极。 对, 给灵霄大哥报仇。 杨墨咬牙切齿道, 不用你们说, 我也不会放过那丝的。 龙剑山? 施少宝本性纯良, 所以根本没想到龙剑山会对灵霄出手, 才导致了刚刚那种情况的发生。 他此时内心十分自责, 一股力气猛然爆发。 不光要杀了龙剑山, 我要让雪阳宫的所有人给灵霄陪葬! 走! 施少宝抬脚追了上去, 明霜和杨墨也跟了过去。 他们都以为灵霄死了, 发誓要为灵霄复仇。 虽然他们来这里的时候, 雪阳大国的王警告过所有人不得自相残杀。 但现在, 既然龙剑山先出手了, 那就怪不得他们了。 此时, 大部分进来的舞者都已经到了前面更广阔的地方。 施少宝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所有人都在寻找什么。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3925章, 复仇之战。 作者, 千里牧尘。 大殿之中, 所有人都在紧张地寻找着什么。 施少宝愣了一下, 不过看到龙剑山, 他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爱找什么找什么, 宝物他也不稀罕, 就要先干了龙剑山才行。 施少宝宛若若雄狮一般扑了出去, 龙剑山见状, 急忙出剑抵挡。 两人在空中狠狠地碰撞了一次。 虽然施少宝将龙剑山打得吐血飞了出去, 但龙剑山并没有死。 他想要再冲过去的时候, 就被雪阳宫的人给拦住了。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施少宝你想干什么? 施少宝没有开口, 冥霜的攻击已然袭来。 那拦住施少宝的其中一人, 骤然间感觉到脑袋一疼。 随即便看到, 一道白骨之枪刺向了他。 想躲的时候, 却被杨末给挡了回来。 结果白骨之枪一枪刺穿他的丹田。 此人当场被杀。 永夜宫的人疯了, 开始乱杀人的。 别的舞者因为势不关己, 所以高高挂起。 但雪月大国的舞者却都聚了过来。 雪月之王雪月满天警告过他们, 绝对不要自相残杀。 但现在, 永夜宫与雪阳宫开战, 这是绝对不行的。 施少宝, 明霜, 杨末, 你们快住手。 雪无霜急忙喊道, 住你妹的手,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就住手。 施少宝不耐烦地骂道, 雪无霜都快被骂哭了。 他堂堂雪月大国公主, 雪满天的女儿, 过去也是高高在上的。 现在不光灵霄骂他, 连施少宝都敢骂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叶冷燕问道, 龙剑山那家伙偷袭灵霄大哥, 将灵霄大哥撞在了壁画之上。 杨末解释道, 他对这个叶冷燕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就解释了一下。 灵霄死了, 哈哈哈哈。 那被远海突然发出了狂笑之声, 那个该死的王八蛋, 真死了。 之前虽然看到灵霄碰在了壁画之上, 但并未确认就溜了。 如今听着杨末一说, 似乎灵霄是真得死了呀。 你找死? 施少宝怒了, 舍弃了龙剑山, 直接扑向了远海。 星夜在这个时候出手了, 将施少宝拦住。 虽然他的实力可能不如施少宝, 但差距并不大。 在他的攻击之下, 施少宝想要杀远海,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永夜宫的人已经疯了, 要自相残杀。 雪阳宫的人听着, 杀了冥霄和杨末。 他们现在占据人数优势。 他相信雪无双, 鬼谷三魔和夜冷宴 都不会去帮这三人。 所以, 现在是灭掉这三个家伙的最好时机。 他并不知道冥霄的实力, 只知道施少宝很强。 但现在, 他拦住了施少宝, 那几个人岂不是可以轻易诛杀? 杀? 远海与雪阳宫剩下的人, 包括那龙剑山都冲了过去。 找死? 冥霄眼神中透出森寒之色。 杨末, 你配合我就行。 森罗地狱。 爆吼声中, 周围的环境骤然变化。 原本的大殿, 竟然变成了一片森罗地狱。 地上都是森森白骨。 白骨化作恐怖的骷髅站了起来, 朝着雪阳宫的舞者杀了过去。 不好, 这是灵魂舞者的灵魂领域。 糟了, 这里真假难辨, 而且时间越长, 意识就会越模糊, 尽快把那女人宰了。 龙剑山急忙喊道, 到底是谁宰谁, 还不一定呢。 冥霜冷冷一笑, 而后念头在动, 黄泉之水。 除了大量的骷髅兵之外, 黄泉之水竟然从地底渗出, 只要碰触到这黄泉之水, 雪阳宫的人就感觉到, 好像全身中毒一般。 难受不已, 实力大幅度下降, 而此时, 杨末则开始了杀戮。 杨末是友军, 所以在这僧罗地狱之中, 一点都不受影响, 直接大开杀箭。 十多分钟时间里, 雪阳宫的舞者被他干掉了四个, 加上之前死的两个, 已经死了六个, 只剩下四个人, 算是比较强的, 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 龙剑山这家伙, 狡诈非常, 愣是没给弄死。 哄, 就在杨末想要继续的时候, 一道金光坠落。 鸣霜的僧罗地狱竟然被人强行破开, 不光如此, 就连鸣霜也是身负重伤, 摔倒在地。 他看向了出手之人, 正是冰玄机身边的那个三眼。 在冰玄宫的时候, 灵霜教训了三眼, 但并未伤其根本。 没想到这三眼不仅不领情, 反而还伤了冥霜。 你们冰玄宫的人真是无耻, 这是我们与雪阳宫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插手? 杨末怒吼道, 笑话, 我冰玄宫乃是雪月大国第一宫, 是灵霜, 这些事自然要管。 三眼冷笑道, 既然要管, 你就该先将那龙剑山杀了, 他是挑起这次事端的罪魁祸首。 杨末说道, 我做什么, 轮得着你来教训吗? 三眼冷哼一声, 一道金光从那第三只眼射出, 将杨末也给击伤。 灵霜的死, 是他咎由自取, 龙剑山不仅没错, 反而有功, 杀了那惹是生非之人, 对雪月大国的团结是有益的。 三眼冷笑道, 不错, 既然敢得罪玄机师兄, 死了也是活该, 其他人都是纷纷硬核。 好了三眼, 废掉他们的修为就行了, 毕竟王说过不能自相残杀。 兵玄机淡淡道, 一副超然无外的样子, 可谁都清楚, 在这里被废掉修为, 比直接杀了更加残忍。 一旦没了修为, 不光东西都得不到, 而且还会被所有人肆意欺凌。 遵命! 三眼一个闪身到了明霜和杨沫的身前, 冷笑道, 怪只怪, 你们不该那么耀眼。 住手! 一只冷眼旁观的叶冷艳, 终于站了出来。 怎么? 你也打算跟他们一起吗? 三眼冷冷道, 他们毕竟是我永夜宫的人, 就算要被惩处, 也得回到雪月大国之后。 你们不该动用私刑。 叶冷艳瞬间进入受魂变身之中, 显然是准备动手了。 就平面! 拦得住我吗? 三眼不屑道, 滚开! 骤然, 三眼一声怒吼, 一股恐怖的力量从他的第三只眼中射出。 叶冷艳虽然厉害, 但他的优势并非正面作战。 换了平常, 这一击他肯定是要避开的。 但今天, 身后就是明霜和杨末, 他只能硬抗了。 结果, 就是被三眼的攻击撞飞了出去。 给我成为废物吧。 三眼也不去管夜冷艳, 双手轰向了杨末和明霜的丹田。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3926章, 杀三眼, 灵霄回归。 作者, 千里牧尘。 千军一发之际, 施绍宝一拳轰退了星夜, 之后拼命赶来。 但距离还是有些远, 很明显来不及了。 灵霄哥哥, 我下来陪你了。 明霜没有丝毫的畏惧。 对他来说, 死亡有时候, 真的没什么可怕的。 他怕的, 反而是关心他, 爱护他的人, 被人杀死。 灵霄大哥, 多谢你这段时间的关怀, 咱们地府再聚。 杨末虽然资质不怎么样, 但此人的意志, 却极为坚定。 即便是在要死的局面之下, 依然没有任何的动摇。 他们闭上了眼睛, 然而死亡却久久没有降临, 准确地说, 是三眼的攻击久久没有降临。 啊! 突然, 一个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他们睁开眼睛, 发现三眼的头颅之上, 扎着一把剑, 一把血红色的长剑。 灵霄大哥! 灵霄哥哥! 灵霄! 杨末, 明霜, 施少宝看到这个人, 顿时喜极而泣。 他们真得以为, 灵霄已经死了。 但此刻, 灵霄不仅出现, 而且一剑刺穿了三眼的头颅。 上一次, 我饶你不死, 因为你也是血约大国的人。 但这一次, 你若不死, 我对不住, 我的兄弟姐妹! 杀! 冰冷的剑意, 在三眼的身体之中炸裂。 灵霄毫不迟疑地, 摧毁了三眼的肉身, 并且吸收了他的内丹。 这三眼, 可是神丹静六重前期修为, 属于人丹静无者。 虽然在冰皇宫里, 不算实力最强的, 但他那第三只眼, 对冰玄机来说, 极为重要。 此时却被灵霄直接给灭了, 而灵霄的修为, 也突破到了神丹静三重圆满。 你敢杀我的人? 冰玄机的声音, 冷漠无比。 杀了又如何? 灵霄讥讽地看着冰玄机, 你真以为你是老大吗? 告诉你, 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冰皇宫中两人没有打起来, 但今天, 在这秘境之中, 就未必了。 找到了, 这里果然有传送阵的机关。 突然,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紧接着,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光运, 上面布满了各种皱纹。 哼, 灵霄你给我记住了, 杀我的人, 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咱们去传送阵。 冰玄机冷哼一声, 冰玄机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了, 朝着大殿中央那闪耀着的传送阵走去。 他不想在这个时候跟灵霄动手, 因为现在动手, 最可能的就是让别人占便宜。 这传送阵, 很可能通往真正的秘境。 这里不过只是入口而已。 有人说道, 不错, 玄武大陆各种小世界众多, 这秘境很可能也是一个小世界。 有人附和道, 众人都看向了那个传送阵, 都想第一个通过。 而此时, 灵霄却给明霜和杨莫为时疗伤丹。 灵霄哥哥, 也给他一个吧。 明霜, 看了看叶冷艳。 我不需要。 叶冷艳清高得很。 拿着吧。 灵霄随手一弹, 一枚疗伤丹破空而去。 叶冷艳终究还是抓住了。 他很清楚, 在这里保持身体的完好, 有多么重要。 这个人情, 我会还的。 灵霄是个知恩图报之人。 在这种情况下, 叶冷艳还能出手帮忙。 他非常感激。 这传送阵一次, 只能容纳一千人左右。 总有人要先走, 总有人要后走的。 谁也不知道, 传送阵之后是什么。 为了这个, 就开始互相攻击。 恐怕不值吧。 冰玄机冷冷到。 众人一想也是。 这里一万多人, 想要一次性传送进去,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能分批。 有谁想要第一个尝试吗? 冰玄机问道。 众人都有些犹豫。 刚刚进入这里, 他们已经遇到了不少麻烦, 死了好些个人。 这传送阵踏入进去, 还真得不知道, 是福是祸。 既然诸位担心, 那就由我雪月大国, 做开路先锋吧。 冰玄机提议道, 凭什么? 不行。 人就是这样, 自己害怕不敢去, 又担心别人去了, 抢夺了宝物。 矛盾至极。 让他们先走吧, 他们一共也就一百多个人, 还可以上去八百多人。 担心什么? 再说了, 只是前后顺序不同而已, 进去的早未必, 就能得到好处。 说不定还先死呢。 说话的, 是白龙大国的一个青年。 十八岁左右, 一身白衣, 头上仗着一对龙脚, 显然是拥有龙族血脉之人。 不过不是真正的龙。 此人名叫敖飞, 是白龙帝国的青年领袖, 与冰玄机一个档次的存在。 实力非常恐怖, 站在那里, 便已经不怒自威, 真没有几个人赶出他的眉头。 我也同意, 又有一人开口, 是丰厚大国的丰谦谦。 丰谦谦一身鹅黄色的长裙, 身材不错, 但脸上戴着面纱, 看不清容貌。 不过却没有人敢亵渎他, 因为他足够强。 站在那里, 宛若一阵狂风随时都能刮起。 他是丰厚大国的青年领袖。 这两人都开口了, 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 冰玄机微微一笑, 而后踏上了传颂阵。 其余雪月大国的人也都跟了上去, 包括灵霄、 施少宝、 明霜和杨默。 灵霄哥哥, 刚刚怎么回事啊, 吓死我们了, 你不是被那墙壁上的壁画给吸走了吗? 明霜暗中传音问道, 运气好吧, 不是他吸了我, 而是我把他得吸收了。 灵霄本来到第五幅壁画的时候, 就感觉自己快撑不住了。 谁曾想龙剑山那么一搞, 反而帮了他, 霸天武魂为了保护他, 直接把那壁画给收了进去。 只不过这个过程花费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不然的话他会以更快的速度赶过来的。 这倒是因祸得福啊。 施少宝苦笑道, 虽然是因祸得福不假, 但龙剑山杀我之心并没有变。 这个人, 必须得弄死。 雪阳宫的人, 一个都不能留。 灵霄早已经动了真怒。 雪阳宫那些家伙, 竟然妄想在他不在的时候, 杀了他的朋友。 他如果不把这帮垃圾, 全部都给灭了, 那如何能够发泄心中的愤怒? 愤怒不能发泄, 对于今后的修炼, 都是个麻烦。 念头不能通达, 肯定会出问题的。 只是现在有兵玄机 护着那雪阳宫的人不好动手, 但他相信机会有的是。 只要有心去算计一个人, 就不怕找不到将其干掉的机会。 心里头想着这些的时候, 传颂镇上已经聚集了一千来人。 人数超过之后, 传颂镇还会自动发出警报, 真是够先进的。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3927章 恶人先告状。 作者, 千里牧尘。 多余的人被直接扔了出去。 在人数刚好一千只树的时候, 传颂镇闪耀起了光泽。 一千个人同时在大殿之中消失。 再度出现的时候, 灵霄看了看四周, 环境果然发生了变化。 与之前不一样。 走, 我们去四周看看。 其他的人不像跟雪月大国的人待在一起, 因为他们实力不如, 遇到宝贝也抢不到, 自然选择了提前离开。 而让众人感到奇怪的是, 等了十多分钟, 后面再没有人进来。 难道传颂镇只能使用一次? 施少宝好奇地问道, 应该不是, 我怀疑这传颂镇每一次都会把人送到不同的地方。 虽然都在同一个小世界里, 但位置不一样。 灵霄分析道, 这倒是真有可能。 其他人也都纷纷点头, 认为这是最可靠的答案。 玄机王子, 现在看起来, 这里就剩下我们雪月大国的人了。 是不是该先把内部的麻烦给解决了? 突然, 远海开口了。 灵霄不死, 他始终难以放心。 不错, 玄机王子, 这灵霄竟然敢杀兵皇宫的人, 简直狂妄自大, 很容易破坏咱们的计划。 龙剑山也说道, 杀了他, 对咱们都有好处。 星夜附和道, 兵皇宫和雪阳宫的人都同意这样的建议, 而其余石宫的人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不想掺和进来。 冰玄机看向了灵霄, 眼神冰冷, 灵霄, 带着你的人, 走吧。 他没有绝对的自信杀死灵霄, 所以不想随便动手。 毕竟接下来还有重宝要争夺, 把精力浪费在自相残杀上, 属实不算明智。 走势没有问题, 但必须得要某些人死。 灵霄也不想跟这些人一起行动, 所谓的团结, 根本就是一句屁话。 雪满天又不在这里, 谁会在意他说了什么? 如果在意, 他之前就不会被龙剑山给偷袭了。 您听到了吧, 玄机王子, 这家伙根本从头到尾都存心不良, 谁知道, 他是不是别的势力的奸细, 毕竟是临时加入我雪月大国的。 袁海喊道, 不错,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奇怪, 他实力又不差, 根本没必要加入我雪月大国。 在雪月秘界的时候, 倒是装得挺像的, 可是到了这里, 一下子就原形毕露了。 他说龙剑山暗害他, 可是他死了吗? 死的都是雪阳宫和冰皇宫的人。 星夜淡淡道, 玄机王子睿智过人, 应该也能看出来吧。 这些人根本就是打算利用我们来夺取宝物。 雪月大国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算什么。 玄机王子, 我也觉得星夜的话有道理。 除了永夜宫之外, 咱们这十一宫的人都是从小便在雪月大国修炼, 我们才是自己人。 永夜宫之中除了雪无双之外, 都是临时加入的。 根本不能算是自己人。 龙剑山, 鬼谷三魔还好, 他们并不打算破坏我们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但另外几人就不一样了。 强行找麻烦, 污蔑我们, 甚至还屠杀我们的人。 他们已经是敌人了。 王说过, 要团结, 不要自相残杀, 但也说过, 要一致对外。 这几个家伙, 就是敌人! 兵皇宫中又有一人谏言道, 此人名叫夏侯木, 与那三眼关系非常好。 三眼被灵霄所杀, 夏侯木一直怀恨在心。 此时自然要落井下石。 对, 玄机王子将他们杀了, 接下来的行动也会更安全。 兵皇宫中又有一人说道, 听到这样的话, 雪无双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他虽然不喜欢灵霄, 可如果真让灵霄等人被杀, 那永夜宫就算是彻底完蛋了。 可是他却不敢多说什么, 因为他也怕死。 现在灵霄可是重矢之地, 他根本都不敢发声。 真得是佩服你们这帮人, 多么无耻的话, 到了你们嘴里, 竟然也能被说得冠冕堂皇。 看起来, 我的选择是对的, 与你们为伍, 真得让人感觉到羞耻。 夜冷艳本来还有些犹豫, 究竟是一直跟着灵霄一条倒走倒黑。 还是选择两不相帮。 可是听了夏侯木等人的话之后, 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灵霄就算是杀, 但也不会对自己人下手。 而那些无耻之人, 谁知道会不会被他们偷袭。 说得好, 一群杂种, 竟然连雪月国王的话都不当回事。 想动手就动手, 别说那些没用的屁话。 让人感觉到恶心。 施少宝也不屑地说道, 你放屁, 你说别人偷袭你, 谁看到了? 还不是你们几个自说自话。 反倒是你们偷袭龙剑山在场的人都看到了。 你们还杀了企图平息纷乱的三眼师兄, 现在还装无辜吗? 远海骂道, 施少宝还要说什么, 却被灵霄给拦住了, 与他们有什么好说的。 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谁的拳头硬, 谁就是道理。 谁能从这秘境之中活着回到雪月大国, 谁就是真理。 龙剑山, 远海, 新叶, 必须得杀。 如果谁今天敢阻挡, 一起杀。 这样的无耻之徒, 灵霄见得多了, 所以从一开始, 他就没打算跟这些人讲道理。 跟这样的人讲道理, 只会把你气死。 泽泽, 诸位都看到了吧, 这就是他的本性。 他根本从一开始, 就像把咱们一个个找借口给杀了。 现在不动手, 接下来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了。 为了雪月大国, 为了我们至高无上的荣耀, 绝对不能让这几只老鼠, 害了咱们的美味。 夏侯木一番慷慨激昂的话, 说的是义正言辞, 仿佛自己就是正义的代言人一般。 然而, 这话停在灵霄的耳中, 却跟犬肺差不多。 动手吧, 谁敢拦着, 杀谁? 灵霄盯着冰玄机, 让狮少宝出手。 狮少宝点了点头, 背后浮现大地武魂。 全身上下涌出洪荒之力, 脚下猛然一踩地面。 地面因此而裂开成好几块。 龙剑山, 你就第一个去死吧, 敢偷袭我朋友, 我灭了你。 施少宝知道, 灵霄最想杀死的就是龙剑山。 龙剑山不死, 灵霄心中就不可能释怀。 诸位都看到了吧, 这几个人已经恼羞成怒了。 回去, 你们给做个见证, 并不是我们要挑起内战。 而是他们居心叵测。 雪阳宫中同时有两人腾空而起, 扑向了施少宝。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3928章, 激战雪阳宫, 月魔宫。 作者, 千里牧尘。 攻向施少宝的这两人, 都是神丹静武重圆满。 他们任何一人, 都不可能是施少宝的对手。 所以, 才要两人联手。 滚开! 施少宝此时正在气头上, 之前在大殿的时候, 如果不是灵霄及时赶回来, 恐怕冥霜和杨末已经被杀。 所以现在, 他要让对方付出代价。 好! 恐怖的嘶吼声响起。 九龄元氏的血脉爆发, 他双拳同时轰向那两人, 竟然将那两人轰得飞了出去。 这家伙, 果然跟野兽一样可怕, 我来帮忙。 雪阳宫中, 又有两人腾空而起。 与之前两人修为一样, 都是神丹静武重圆满。 四个人联手, 围住了施少宝。 现在雪阳宫, 一共也就剩下六个人了。 也就星夜和远海, 还没有出手。 其余四人, 都对上了施少宝, 足见施少宝的恐怖。 好, 今天就让我占得痛快。 血脉之力, 完全觉醒。 施少宝知道, 这四个人不好对付。 狂暴的怒吼声中, 他的头发变得越来越长, 如同金色的瀑布一般, 从头垂到了脚上。 身体的肌肉, 也变得越发地发达。 双目透出金色的光芒, 身体上也包裹着金色的能量。 哄, 四个人围攻, 竟然无法将他拿下, 反而还被再度击退。 这家伙, 可惜了, 居然跟灵霄混在一起, 否则的话, 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好工具。 冰玄机皱了皱眉, 施少宝的强悍, 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以异敌似, 竟然丝毫不落在下风, 反而越战越勇。 简直就如同太古时期 走来的血脉战士一般。 我也来助战。 远海健壮, 也腾空而起, 恐怖的能量, 凝聚在自己的拳头之上, 轰向了施少宝。 五个人联手, 五个人都是神丹镜五重五折。 施少宝就算再强悍, 此时也终于开始落在下风了。 我说过了吧, 谁挡杀谁? 既然你们都想死,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杨末, 去帮忙。 灵霄自己不能轻易出手, 因为那边的冰玄机 一直盯着他呢。 只要他出手, 冰玄机就必然会出手。 不过还好, 施少宝一个硬汉五个, 虽然落在了下风, 但并不会轻易被击败。 杨末上去帮忙, 很快就缓解了他的劣势, 两人重新扳回了优势。 龙剑山, 你要看热闹吗? 星夜看了龙剑山一眼, 冷冷道。 我去帮忙。 龙剑山咬了咬牙, 此时不出手, 是不可能了。 只能硬着头皮冲了上去, 结果半路就被叶冷燕给拦住了。 叶冷燕, 你也要背叛雪月大国吗? 星夜冷冷道, 好大的罪名, 你配及我钉罪吗? 你不过是雪阳宫的弟子而已, 我可是永夜宫的弟子。 叶冷燕冷笑一声, 杀向龙剑山。 他在受魂变身之后, 可以完全压制住龙剑山。 星夜终于不能作弊上官了, 他也准备出手, 然而却被冥霜给拦住了。 别忘了, 还有我呢? 永夜宫与雪阳宫, 此时可以说是, 开始了真正意义上你死我活的战斗。 不过其余宫还在观望, 灵霄看向了雪无双道, 你身为永夜宫的代表, 难道就准备看热闹吗? 怪不得永夜宫一直无法变强, 自己人被欺凌。 你作为公主, 竟然连帮忙讨回公道都不敢, 简直就是个废物。 这事儿, 分明就是你得寸进尺了。 你已经杀了那么多人了, 就算放过龙剑山和远海又如何? 雪无双美好气道。 呵呵, 你居然还怪我。 灵霄轻轻摇了摇头, 本来对你的印象已经有点改观了, 不过你现在这个样子, 真得让人感觉到可笑而又可悲。 鬼谷三魔, 你们决定怎么做? 灵霄又看向了鬼谷三魔问道, 我们跟你不熟, 两不相帮。 鬼谷三魔的老大说道, 好, 希望你们不会后悔。 是否帮忙, 的确是个人的自由, 灵霄不会强迫他们。 但灵霄也有, 是否帮他们的自由。 鬼谷三魔并不知道, 他们一句两不相帮, 就让自己少了一个被救的机会。 月夜, 你不准备帮忙吗? 星夜也开始找帮手了。 月夜, 是月魔宫的青年领袖, 同时, 也是他的双胞胎哥哥。 两人选择, 加入了不同的宫殿, 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互补。 你呀你, 真得是不让人省心呢。 月夜轻轻叹了口气道, 背叛者, 人人得而诸之。 月魔宫的人听令, 杀。 月魔宫十个人, 同时月起, 杀向了施少宝, 明霜, 夜冷宴和杨墨。 哼, 终于还是按耐不住了吗? 不过, 月夜你一个人出手也罢了, 竟然让月魔宫的人一起出手。 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 你将会把他们全都害死。 灵霄冷笑一声, 终于腾空而起, 拦住月魔宫的十个人。 玄机王子, 我们要出手吗? 夏侯木问道, 急什么? 先看看情况, 狗咬狗, 两败俱伤之后, 咱们再出手也不迟。 冰玄机暗中传音, 还是玄机王子英明。 夏侯木笑了笑, 也不说话了。 其实, 冰玄机主要还是对击败灵霄没有信心。 正好借着月魔宫的人, 看看灵霄究竟有什么本事。 困龙服? 灵霄曾经从古风华等人那里抢来的灵服, 可还有不少呢? 此时不用, 更待何时? 困龙服释放, 可以保证暂时不会有更多的敌人涌过来。 这对他们来说, 更加安全。 你以为你一个人, 挡得住我们十个人吗? 月夜看着灵霄, 眼神冰冷。 挡? 不。 灵霄摇了摇头道, 你们都得死。 他已经说过了, 谁阻碍他击杀星夜, 龙剑山和远海三人, 谁就得死。 这话从来就没有变过, 可是总有人似乎忘记了他所说的话, 非要来挑战他的底线。 既然如此, 他又何必手下留情? 十剑! 散! 灵霄冷哼一声, 十把剑同时从他的储物界中飞出。 在他的身前形成十道剑光, 分别杀向了月魔宫的十个人。 以前同时操纵十把剑的难度极大, 但现在不一样了。 剑刀意志提升到巅峰境界之后, 这十把剑在他看来, 就跟一把剑也没什么分别。 他的意志和真元都可以同时释放出十道, 攻击十个敌人。 这家伙的剑意竟然已经达到了巅峰? 怎么会这样? 围观的众人, 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3929章, 图月魔宫, 作者, 千里牧尘。 学悦大国的天才们, 都被灵霄的巅峰剑意给惊呆了。 这个灵霄灵霄, 比他们想象中的, 可是强大太多了。 要知道, 巅峰剑意, 就算是神丹镜七重舞者, 也未必能够参悟掌握呀。 剑意绽放, 月魔宫众人都感受到了, 剑气割裂身体的那种刺痛感。 甚至于他们的反应, 都比平时慢了半拍。 剑意冲击着他们的灵魂, 让他们各方面, 都变得迟钝了起来。 你们是不是以为, 我们不够强, 所以好欺负啊? 我是真不明白。 你们这些垃圾, 究竟哪里来的这份自信? 灵霄的脸上, 浮现出冷漠的笑意。 十把宝剑之上, 燃烧起了紫色的火焰。 大城级别的火之意志, 冰玄姬眼中的惊讶, 更浓了。 每一把剑, 都变得炽热无比, 变得让人不敢靠近。 地狱不死, 鸟兽魂变身。 下一刻, 灵霄更是进入到了兽魂变身状态。 地狱不死鸟, 可以让火之意志, 变得更为强大。 可以让大城级别的火之意志, 爆发出巅峰火之意志的威力。 月魔宫的舞者, 突然间停下了前冲的动作。 太恐怖了。 总感觉再冲下去, 就会撞在那些剑芒之上, 成为灵霄的剑下亡魂。 死! 终于, 灵霄做完了一切准备, 十把剑骤然飞射而出。 带着巅峰剑翼, 巅峰火之意志, 巅峰兽神意志, 杀向了月魔宫的十个人。 虽然大部分人都在第一时间挡住了攻击, 但还是有两人被其中两把剑冻穿咽喉, 身体瞬间便燃烧了起来。 血液在飙飞起来的一瞬就凝固了, 然后叹化了。 死了! 众人惊恐地看着那被杀的两人, 最后居然连尸体都无法保存完成, 被炽热的火焰烧成了焦炭, 就连内丹也被完全熔炼, 成为了灵霄身体之中的能量。 你们既然招惹我, 那我又何必客气? 今天不光雪阳宫的人要全杀, 月魔宫的人也要全死。 冰冷肃杀的声音从灵霄的口中吐出, 一旦动手, 他便不打算手下留情了。 因为龙剑山、远海、 星夜就是教训, 他留下了这些人的命, 却差点害死了自己。 这样的错, 他不想再犯, 所以这些人都得死。 黄暴的剑意继续绽放, 十把剑锁定了八个人, 再不断攻击。 月魔宫的人光是要抵挡这十把剑的攻击, 就已经非常困难。 然而就在此时, 灵霄动了, 化作了一道疯狂的火焰, 窜入到了人群之中。 死! 没有用什么武技, 就是普普通通一拳轰出。 本来就被剑盲攻击的月魔宫舞者, 哪里有时间防御他的攻击, 相当于灵品天王器级别的肉身, 狠狠轰在一个神丹镜五重修为的舞者身上。 这舞者的身体, 直接就被打得散架了, 而后被火焰吞噬, 燃烧, 在惊恐的惨叫声中。 死亡? 这一拳, 就像是索命的序曲, 让每一个月魔宫的舞者, 每一个雪月大国的舞者, 都脸色难看至极。 开始有人后悔了, 为什么要去招惹灵霄这个疯子? 如果不招惹他的话, 或许还能寻找到宝物。 可现在, 宝物见都没有见到, 却死在了自相残杀之下。 这样的死法, 太窝囊, 也太没有意义。 颤抖, 月魔宫的人都在颤抖。 虽然月夜的实力很强, 但此时, 他却要面对四把剑的同时攻击, 已经有些捉襟箭肘了。 而其他人也见识到了, 灵霄那恐怖的近身攻击, 此时此刻, 根本就无心恋战。 玄机王子, 救我们! 终于有人开始求救。 没用的,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们。 灵霄冷笑一声, 又是一拳轰出。 惨叫声再起, 又有一人被直接轰杀。 至此, 月魔宫已经有四人战死, 还剩下六个人。 灵霄, 差不过就行了。 我知道你很愤怒, 但是这些可都是血月大国的精英。 你杀了他们, 我们的竞争力, 就会弱上很多。 可以了。 雪无霜在外面大喊道。 你丢我住口, 白痴女人。 再过躁, 我连你一起杀。 灵霄的吼声, 吓得血无霜, 脸色惨白。 嘴巴张了张, 终于不敢吭声了。 灵霄的眼神太恐怖了, 那是一种无比可怕的凶性。 只要看上一眼, 就会让人的灵魂都感受到恐惧。 现在不让我杀, 刚刚去哪里了? 哪怕你们愿意为我们说一句公平的话, 今天的事情, 也不至于回到这种地步。 有些人企图谋害我, 你们竟然袒护这样的垃圾, 现在觉得我凶残了? 那是他们自找的。 灵霄说话声中, 再度扑向了下一个人。 这人虽然已经做出了反应, 想要避开, 但他如何能够逃得过灵霄的追击? 又是一拳, 当场身体爆裂。 灵霄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海能量因为吸收了五个人的内丹之后, 已经提升到了两成左右。 当然, 这提升稍微有点慢。 主要是大部分的内丹能量都被当作潜能储存到了他的潜能细胞之中。 所有人都呆滞地看着这一幕。 灵霄对付神丹镜五重五者, 简直就跟砍瓜切菜一般容易。 那些人完全没有反抗之力。 就目前而言, 修为对灵霄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大。 毕竟他的肉身可是达到了黄极七阶中等的水平。 就连神丹镜七重五者, 也不可能轻易伤到他。 继续, 灵霄依旧没有用什么武技。 依旧只是普通攻击, 但每一次冲击都能灭掉一个神丹镜五重五者。 终于, 月魔宫的十个人, 只剩下月夜一人。 而此时, 十把剑正围着月夜厮杀。 不得不说的是, 月夜的修为与星夜相当, 但实力却比星夜还要更强一些。 否则以这样的攻击, 星夜早就已经挂了。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的战斗也终于出现了平衡被打破的局面。 龙剑山被夜冷燕重伤, 摔在了地上无法动弹。 夜冷燕之所以没有杀他, 只是要把他的命留给灵霄。 随即, 夜冷燕去相助杨末和施少堡。 这三人联手之后, 雪阳宫的五个人就惨了。 仅仅片刻时间, 被杀的就剩下圆海一人。 同样, 圆海也被重伤, 扔在了地上等待灵霄的审判。 星夜此时明显有些慌了, 他本身实力就不如明霜, 再加上此事慌乱。 被明霜抓住机会, 重伤倒地。 想要爬起来, 却被地面上渗透出来的白骨死死拽住。 鲜血被白骨疯狂吞噬。 直到半死不活的时候, 明霜才停了下来。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3930章, 你们不配给我定罪。 作者, 千里牧尘, 要去帮忙吗? 狮少宝问道, 不用, 灵霄哥哥的实力, 你们也看到了, 月魔宫可比雪阳宫更强。 他一个人, 就已经把其中九个给灭了。 那月夜虽然比星夜更强, 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明霜摇了摇头道, 就让灵霄哥哥发泄一下吧, 不然他会憋坏的。 此时月夜的脸色, 非常难看。 拼命抵挡十把宝剑攻击的同时, 他感觉到, 自己的灵魂都在不断颤抖。 不可能赢的, 他不断产生这样的想法。 虽然他不想输, 可是灵霄带给他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太恐怖了。 其余九宫的人, 都是脸色凝重。 这个灵霄, 果然可怕, 谁要杀他, 他就杀谁, 完全不畏惧任何事情。 灵霄, 你以为杀了我们, 就没事了吗? 你行事如此残忍, 如此霸道, 一定会被雪月大国诛杀的。 一定。 月夜歇斯底里的吼道。 杀我? 要真那么做, 就是雪月大国瞎了眼了。 我一心报效永夜宫, 绝无二心。 可你们却是狼子野性, 非要将我弄死。 现在被杀怕了, 又将屎盆子扣我头上, 怪我心狠手辣。 真是可笑。 雪月大国的王, 应该没有你们这么糊涂和愚蠢吧? 灵霄从未想过背叛雪月大国。 事实上, 他对雪月大国是很感激的, 也很想从这秘境之中, 得到一些好东西来报答。 但是, 他并非愚蠢之人。 如果雪月大国非要杀他, 那他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你以为你说的这些, 雪月大国的高层会信吗? 他们是信你, 还是信我们这些, 从小就待在雪月大国修炼的人? 更何况, 我们可没有杀掉, 你们其中任何一人。 而你和你的那些同伴, 却杀了我月魔宫九个人, 还杀了雪阳宫许多人, 更是杀死了冰皇宫的三眼师兄。 你以为你的罪名, 能够洗脱吗? 月夜又一次吼道, 洗脱罪名? 我本身就无罪, 要什么洗脱? 你们这些垃圾杀不了我们, 便要用这种装可怜的方式, 来博取同情吗? 你们真以为雪月大国的高层, 都如你们这般可笑愚蠢? 我倒要看看, 当我拿着重宝, 返回雪月大国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给我定罪? 可惜啊, 那个时候, 你什么都已经看不到了, 因为现在你就要死。 灵霄仿佛是故意要羞辱月夜一般, 也不攻击, 只是任凭十把剑在月夜的身上不断留下伤痕, 简直如同千刀万寡一般。 灵霄,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的手上已经沾了太多的鲜血, 难道还要继续吗? 冰玄机终于开口, 他这是要做何事老呢? 要让月夜, 星夜, 龙剑山, 以及远海, 记住他的恩情。 只可惜, 他还是看错了灵霄。 灵霄会因为他的一席话而放弃。 真是可笑。 灵霄扭头看向了冰玄机, 冷声道, 你是在放屁吗? 刚刚他们攻击施少宝的时候, 你在什么地方? 现在出来装什么灵霄? 可笑之极! 灵霄, 差不多就行了, 都是同门, 何必斩尽杀绝。 洪水公的青年领袖, 忍不住也劝道。 态度倒是比冰玄机好了一点, 但依然只是屁话。 如果这些人真当他是同门, 之前就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 而不是落井下石。 灵霄, 你不要得寸进尺了。 你再这么做, 便是要让自己成为雪月大国的重视之地。 你真的要做叛徒吗? 又有一人喊道, 叛徒? 灵霄看向那人, 讥讽道, 不过是区区雪阳宫和月魔宫而已。 图了也就图了啦。 你们没资格说, 我是叛徒。 我早知道, 你们这些人, 希望永夜宫永远被你们踩在脚下。 现在, 看到我们崛起了, 所以害怕了。 害怕我们会跟你们算以前的总账吧。 放肆! 你简直胡说八道。 这家伙根本就是个孽障, 就不应该收进雪月大国。 认你们怎么说, 都不过是毫无作用的屁话而已。 我灵霄要杀的人, 就不可能活着。 实践合一。 朱沙! 终于, 灵霄动用了武技, 那石道正在围攻月夜的剑光, 骤然凝聚为一体。 顷刻间, 便穿透了月夜的身体。 月夜的内丹粉碎, 能量涌入灵霄的身体之中。 尸体坠落在了地面之上, 他终于还是死了。 就在刚才, 冰玄机等人替他说话的时候, 他还曾有过奢望, 觉得自己或许还能够活命。 但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灵霄不会听任何人话的。 灵霄决定了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下去。 还有你们, 也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 付出代价了。 杀了月夜, 灵霄眉头都没有眨一下, 随即看向了星夜等人。 龙剑山, 在来这里的路上, 我饶了你一面。 没想到, 你不仅不领情, 反而还偷袭我。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我看你死了之后, 还拿什么来找我的麻烦。 灵霄将手一扬, 一道剑光将龙剑山的身体, 分成了两半。 内丹也被切碎。 既然决定要杀死龙剑山, 灵霄就不会有丝毫的怜悯与迟疑。 远海, 星夜, 你们教唆龙剑山偷袭我, 更企图杀我的朋友, 同样该死。 是, 一道剑光, 同时杀死两人。 火焰将所有的尸体, 全部都给烧毁了。 同时, 灵霄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海能量, 也一下子飙升到了六成。 这里边有星夜和月夜两个, 神丹镜六重舞者的内丹能量。 效果果然是不一般啊。 看到这一幕, 其他人都是眼神呆滞, 脸色难看无比。 雪阳宫全军覆没, 月魔宫全军覆没。 而这并不是外人所为, 竟然是被自己人所杀。 灵霄, 你知道你这么做, 意味着什么吗? 冰玄机冷冷到, 意味着杀死了几个垃圾而已。 灵霄不屑地看了冰玄机一眼, 随即招呼, 跟随他的几个人道, 走吧, 在这里, 我只会感觉到恶心。 一群道貌黯然的伪君子凑在一块, 腐臭味可真是够浓的。 他就那么堂而皇之地离开, 带着自己人离开。 没有人敢阻拦他, 冰玄机也不敢。 在这秘境之中, 除非有神丹镜七重后七以上无者, 否则的话, 谁能阻挡他的步伐? 眼睁睁看着灵霄等人离开。 雪约大国的众人, 脸色都非常难看。 虽然之前他们都意识到灵霄这个人不好惹, 但毕竟灵霄修为比较差, 所以他们也并未多想。 不觉得这个人能强大到什么程度, 但今天这一幕, 让他们终于明白了。 灵霄的可怕, 绝对不在冰玄机之下。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3931章, 宗门遗迹, 作者, 千里牧尘。 所有人都感觉到, 灵霄这人太强了, 一人诛杀整个月魔宫的实名天才, 而且毫发未损, 简直就是个怪物。 雪无霜的身体一直在颤抖, 灵霄的强大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有那么一瞬间, 他想要喊住灵霄, 只可惜人家根本都懒得看他一眼。 当初, 他轻蔑地不把灵霄放在眼里, 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可是如今看来, 在人家眼里, 他这个所谓的公主才是真正的可笑。 一直都是自己给自己加戏, 别人根本都懒得搭理他。 灵霄走了, 离开了雪月大国的其余人, 带着施少宝、 明霜、 叶冷宴、 杨默一起离开。 他们已经不容于对方, 留下来只会增加摩擦。 漫步在充满了洪荒气息的小世界中, 灵霄将之前的事情暂时放到了一旁。 接下来最重要的, 还是寻找秘宝。 秘境之中的秘宝肯定不少。 之前的剑山草, 只是开胃菜而已, 根本算不得什么。 这个小世界, 恐怕不亚于雪月密集了。 咱们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下去, 也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 不如分开来行动吧, 分成两组。 我和明霜一组, 师兄, 叶冷宴, 杨默, 你们三个人一组。 如此一来, 发现秘宝的几率也会大幅度提升。 走了一会儿, 林霄突然提议道, 因为他发现, 就算是自己的太极眼, 也无法看破这小世界的秘密。 五个人待在一起固然更加安全, 可是却也少了很多机会。 施少宝和叶冷宴都不弱, 加上一个阳墨, 战斗力只会更加强大。 就算是遭遇到血跃大国的人, 也可以逃脱。 我同意, 秘境本就是冒险的地方。 如果咱们待在一起, 可能会错过很多好机会的。 听师父说过, 这个秘境每隔一百年就会开启一次。 而只要是从秘境之中活着出去的人, 要么成为了大国的主宰, 要么就前往强国, 甚至黄金天国, 成为一代豪杰。 机会终究还是要靠自己来把握的。 我打算一个人独行, 石少宝想了想到, 我也一样, 独行对我来说其实更安全, 毕竟我是刺客流的。 叶冷宴也道, 林霄哥哥, 我再想一件事情, 虽然这里每隔一百年才能开启一次, 但在数万年的岁月之中, 恐怕也已经有很多人来过这里了。 除了剑山草那种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再度长出来的林草之外, 大部分的宝物应该都被别人带走了吧, 剩下的都很难得到。 我的意思也是分头行动, 我知道林霄哥哥, 你担心我, 但放心吧, 我不会那么容易出事的。 历练, 还是一个人进行比较好。 冥霜也说道, 我也想自己闯一闯, 杨莫咬了咬牙, 虽然他如果单独行动会很危险, 不过, 为了变得更强。 他决定试试。 先不要着急, 我的提议, 并非现在就分开。 该分开的时候, 我不会阻拦的。 先跟着我走吧, 我有一种感觉, 那个方位最危险, 但得到密宝的可能性也最大。 林霄指向了一个方向, 位于小世界的东北方, 其他人倒是没察觉到什么, 但林霄的太极眼, 却捕捉到了一些危险的气息。 最危险, 去的人就最少, 那么, 留下宝物的可能性也最大。 好, 听你的就是。 其他四个人都点了点头, 于是, 五人继续前进, 按照林霄所说的路走, 这一路上, 他们遇到了不少的舞者, 但越往前, 就越少, 因为出现了死亡。 这里的陷阱弥补, 机关重重, 除非拥有像林霄那样的太极眼, 或者懂得机关陷阱之术, 否则很难安全过去。 大约半个多小时之后, 他们的周围, 已经没有了别的人影。 剩下的, 只有苍凉的环境, 以及那些似乎尘封了许多年的尸骨。 这些恐怕是曾经来过这里的舞者, 跟咱们一样, 想要寻找秘宝, 结果将性命丢在了这里。 叶冷燕观察了一下地上的尸骨, 一脚踩上去, 尸骨碎裂, 化成粉末, 随风飘散。 如果只是机关陷阱的话, 不太可能造成如此大的伤亡。 我怀疑, 这是内讧所致。 为了争夺什么宝物, 结果死了这么多人。 林霄的太极眼, 仔细分析着这些尸骨, 得出了一个结论。 会是什么宝物呢? 尸少宝咒没到? 去看看就知道了, 那边似乎有个建筑物。 林霄的太极眼, 可以看到一里地之外的东西。 捕捉到了别人捕捉不到的景象。 众人加快了速度, 来到了一里地之外。 发现这里的建筑物, 竟然像是一个宗门。 虽然因为年久, 宗门的名字已经模糊不清, 但整体结构还能看清楚。 现在可以分开来行动了, 各自寻找自己的机缘。 如果遇到麻烦, 用这个联系。 林霄给了每个人一张灵符, 名为传音符, 可以直接传音联系。 好。 几个人都清楚, 这建筑物规模极大, 分开来找, 更有效率。 其余四个人离开之后, 林霄便抬脚走进了这个宗门之内。 与后世所见的宗门格局差不多, 但是规模却要大上很多。 里面有许多房间以及建筑物, 这其中就包括了藏书阁, 藏宝阁之类的建筑物。 五个人将这里仔细搜索了一遍。 因为大家都有灵魂力搜索的能力, 也不必像普通人那样。 所以, 要相对省力一些。 在搜寻的过程中, 林霄发现了一些藏在角落暗格之中的宝物, 但都是一些丹药, 冰刃之类的东西, 他根本看不上眼。 东西也不多, 比较显眼的宝物, 应该都被一扫而空了。 要不是他有太极眼, 恐怕也找不到这些东西。 五个人在一个小时之后, 聚集在了一块。 施少宝, 杨默, 叶冷宴都没什么收获。 冥霜倒是找到了一些东西, 但都不怎么上档次。 可见好东西, 基本都被人弄走了。 我刚刚注意到, 冰玄机带着雪月大国的人过去了。 施少宝突然到, 看起来他们并未停留, 不过咱们, 耽搁这些时间, 也并非什么收获都没有。 我看你们四个的兵器, 都只是神品地器, 已经跟不上修为突破了。 刚好我找到了几把衬手的兵刃, 都是凡品天王器。 一人挑一把吧。 还有这些上好的疗伤丹, 归缘丹, 你们四个分了。 我不需要。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3932章, 海骨强者。 作者, 千里牧尘。 灵霄已经得到了, 自己想要得到的好处。 有几颗已经都快变成化石的内丹, 属于人丹进武者的。 被他吸收之后, 现在修为海能量, 已经提升到了八成。 继续前进。 等众人找好兵器, 收好了丹药之后, 灵霄便招呼了一声, 继续向前移动。 他们速度并不快, 生怕错过了什么好东西。 又是一座宗门遗迹, 感觉比之前那个宗门更加强大。 夜冷艳道, 不错, 如果按照黄金天玉的势力划分来评级的话, 之前那个宗门顶多算是一个小城池, 而这个宗门则已经达到了小国的程度。 灵霄也点头道, 进去看看吧, 或许会有什么发现。 五个人再度分开, 在宗门之中搜索。 这一次因为有了经验, 搜索的进度非常快。 很快, 五个人都集中在了同一个地方。 小心! 突然, 倒在地上, 已经完全化作白骨的家伙, 猛然窜了起来, 朝着杨墨杀了过去。 灵霄大喊一声, 一拳轰向那海骨。 哄! 恐怖的轰鸣声在原地炸裂。 灵霄竟然被震退了好几步, 不过那海骨也退了两三步, 浩强, 这是神丹镜七重前七五者的海骨, 虽然已经死了, 但似乎临死之前, 那一丹碎裂, 融入到了海骨之中。 这海骨可是好东西啊! 灵霄兴奋地笑了笑道, 现在, 你们继续前进, 我要先把这海骨解决了。 不过得花费一些时间, 不能让冰玄机那帮人占了便宜。 四个人有些迟疑, 不用担心我, 我的实力, 你们还不明白? 如果连我都死了, 那你们在这里也没用。 灵霄笑道, 好吧, 灵兄你小心, 我们先走一步。 施少宝终于点了点头, 转身离去, 叶冷艳也随即离开。 明霜看了一会儿, 确认灵霄没有问题, 这才离开。 反倒是杨默, 没有走。 你怎么不走? 灵霄好奇地问道, 我想过了, 他们三个都能够独当一面, 唯独我实力比较差。 单独行动, 虽然能够磨练自己, 但也可能会有危险。 倒不如, 留在灵霄大哥身边, 或许还能帮上一些小忙。 杨默笑道, 随你了, 在门口给我看着, 估计很快就会有人过来的。 灵霄并未反对, 杨默的实力单独行动, 的确很危险, 留在这里, 或许反而更好。 灵霄开始专心, 与海谷战斗。 这海谷虽然人死了, 但战斗力却同样彪悍, 尤其是那奇异的武技, 连灵霄都从未见过。 这对他而言, 倒是不错磨练机会。 战斗持续了 仅仅十分钟左右, 杨默突然间紧张了起来, 因为果然来人了, 而且还是熟人。 冰皇宫的夏侯木, 以及另外一个陌生的面孔, 估计也冰皇宫的人。 想不到啊, 玄机王子只是好奇, 让我们来看看, 居然遇到了你。 灵霄他们呢? 你这白痴, 不会被他们扔下了吧? 夏侯木看着杨默冷笑道, 你以为别人都是你们这种 无情无义的混蛋吗? 我奉劝你们赶紧滚蛋, 不然的话, 你们的下场会跟月魔宫 还有雪阳宫的那些人一样。 杨默冷冷道, 笑话, 就你这垃圾也敢威胁我? 之前要不是灵霄那叛徒, 你这样的垃圾 有多少我杀多少? 夏侯木又怎么会畏惧杨默? 我当然知道你不怕我, 可是他呢? 杨默冷笑一声, 让开了路, 让夏侯木可以看到屋内的人。 灵霄! 夏侯木和冰皇宫另外一个舞者 看到灵霄的存在, 直接腾空而起, 但飞到一半, 忽然间停了下来。 不对啊, 那灵霄正在战斗, 这可是击杀杨默的最好机会。 两人又落在了地上, 冷漠地看着杨默。 小子, 先杀了你, 我们再联手灭了灵霄, 看那小子还有什么好张狂的。 夏侯木冷笑一声, 直接一掌轰向了杨默。 在他看来, 杨默不过只是区区 神丹禁五重中期修为而已, 他却是神丹禁六重圆满, 两人之间修为相差极大, 仅仅一招就能秒杀杨默。 此时的他, 考虑的反而是杀了杨默之后, 怎么对付灵霄的事情。 灵霄才是真正的麻烦。 其实外面发生的事, 灵霄一直都看在眼里。 他与那海骨熬战十多分钟, 早已经将海骨的一切 都通过黄金之星 清晰记录在了灵魂深处。 他的修为海能量 也终于暴涨到了时程。 发现杨默有危险。 他冷哼一声, 瞬间进入到无极天属受魂变身之中。 身体宛若一道血红色的闪电, 瞬间就到了夏侯木的身前。 夏侯木这家伙 虽然攻击的是杨默, 可眼睛一直都瞅着灵霄呢。 发现灵霄扑来, 竟然直接捏碎了手中的灵符, 消失不见了。 可怜与他一起的那个兵皇宫舞者 被灵霄一拳轰杀。 逃得倒是挺快。 灵霄冷笑一声, 夏侯木他记住了, 敢趁着他战斗偷袭他, 这个人必须得杀。 不过眼下, 他遇到了另外的一个麻烦。 来到这里的舞者, 越来越多了。 甚至, 那海谷的秘密, 也被不少人发现。 正在合力围攻呢。 海谷虽然强大, 可是这些舞者, 没有一个是弱者, 被他们如此围攻。 迟早会败亡。 想得美, 老子先发现的东西, 岂能容你们染指? 都滚开。 灵霄身形一窜, 扑向了海谷。 那海谷本来就只有战斗的意识, 完全没有脑子。 早就被他摸清了弱点。 这一次, 自然是一拳解决战斗。 海谷的能量, 完全融入他身体之中。 他的修为, 开始突破。 杨默, 给我护法, 坚持十秒钟就行。 灵霄盘歇而坐, 开始突破。 杨默应了一声, 站在了他的身旁。 小伙子为人不错, 虽然明知道敌人很强, 可并没有选择退让, 而是坚决战斗。 反正就十秒钟, 他相信自己可以。 杀了他。 周围的舞者, 也没有废话。 灵霄都说了十秒了, 他们自然要在十秒之中, 击杀杨默。 不然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也不知道。 但他们这些人, 还是有些小看杨默了。 杨默虽然只是神丹进五重中期修为, 但手中的兵刃, 却是反品天王器。 无形中增强了他的战斗力, 使得他比同等修为的舞者, 强大了很多。 当然更重要的是, 杨默这家伙, 韧劲够强。 即便满身伤痕, 却依然咬牙战斗。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3933章 藏剑大国 作者,千里牧尘。 小子韧劲不错, 只可惜实力太差, 还想保护别人, 你保护得了吗? 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 透着几分讽刺之意。 我们藏剑大国的剑法, 可不是吃素的。 诸位, 不要留手, 速速宰了这小子。 说话的, 应该是藏剑大国, 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看修为, 竟然已经达到神丹进六重中期。 比星业和月业还要强。 他身边的人, 也都是藏剑大国的舞者。 这个藏剑大国的舞者, 向来都以剑道为主, 每个人手中都持一柄利刃。 不过, 除了那位神丹进六重中期的强者之外, 其余的都用的只是神品地器而已。 因此, 看到杨末手中的反品天王器级别的兵刃, 自然眼馋。 众人的攻击变得更为狂猛。 杨末根本无法抵挡。 他竟然喷吐出内丹, 打算以同归于尽的方式保住灵霄。 灵霄大哥, 今生能认识你, 是我杨末的荣幸。 我一直都被认为嘲讽和鄙视, 认为资质不行, 只有你愿意信任我, 我不能让你失望。 来啊, 王八蛋们, 一起死吧。 杨末很年轻, 但他却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灵霄。 哈哈哈哈, 同归于尽? 你有那个能力吗? 众人的攻击已经到了杨末身前, 与那内丹几乎要碰撞在一起。 然而就在此时, 一道人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 挡在了杨末身前。 所有的攻击都轰在了那人影身上。 藏剑大国的众人心头一惊, 因为那人在他们的攻击之下, 竟然毫发未损。 浑身透着如同恶魔一般的气息, 冰冷地俯视着他们。 那双眼之中透出的光芒, 甚至能够刺穿他们的灵魂。 快逃! 藏剑大国的人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 惊恐的叫声中, 他们转身就要逃走。 逃? 想杀我的时候, 就没想过会有现在的结果吗? 血影剑绝, 血光分身斩。 都给我去死吧。 那一瞬, 灵霄的身影化作数十道血光射出。 顷刻间, 足足七八个藏剑大国的舞者被当场杀死。 每个人的丹田都被直接洞穿。 这些可悲的家伙, 甚至连惨叫一声的机会都没有。 要知道, 这七八个人可都是神丹静四重和五重的强者啊。 剩下的三十多个人也是脸色惨白, 陶也不是, 刘也不是。 灵霄释放了五魂结界, 困住了那些人, 以免他们逃走。 而后才回头看向了杨末道, 辛苦你了, 赶紧疗伤。 嗯。 杨末幸免于难, 终于也是松了口气。 没有辜负灵霄的信任, 这也使得他的心情不错。 服下疗伤单, 立即开始疗伤。 小子, 你太猖狂了, 我们可是藏剑大国的人, 你就算实力不错, 但一下子杀我们八个人, 你还想活命吗? 那神丹静六重中期修为的武者, 脸色阴沉无比, 他好歹也是仁丹静中期修为。 这个小子, 看起来也就刚刚才突破到神丹静四重前期, 居然敢不把他放在眼里, 敢不把藏剑大国放在眼里, 还敢威胁我? 灵霄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嘲讽的笑意, 身体瞬间进入到了地狱不死鸟兽魂变身之中, 紫蓝色的火焰包裹着他的身体, 手中的血尊剑也吞吐着同样的火焰, 与血光交织在一起, 显得分外漂亮。 修为恢复到神丹静四重前期, 他已经可以使用血尊剑, 而且像蝎影剑绝, 落眉青影布, 血魔印, 梅花点血手都可以发挥出较强的威力了, 尤其是血尹剑绝, 几乎可以发挥出全部威力。 他如今的实力提升, 可是高了太多, 太多。 看到灵霄的兽魂变身, 藏剑大国的众人忽然间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他们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炽热起来, 还有丰锐的剑意在不断压迫, 让人喘不过气来。 血尹杀! 灵霄突然一剑刺出, 冰冷的剑芒瞬间射进人群, 一道剑光, 穿透两人的丹田, 又有两人当场惨死。 兄弟们, 跟他拼了, 反正也逃不了了, 无需害怕, 我们可是藏剑大国的武者, 论剑界, 绝对不比他差。 那为首的一人喊了起来, 此时, 他必须得让自己的同伴重整旗鼓, 否则这些人连一点战意都没有了。 面对灵霄, 岂不是彻底的死路一条? 是! 三十多个人同时腾空而起。 手中长剑一抖, 释放出三十多道剑气, 同时刺向灵霄。 剑气凌空, 锐利无比, 倒也不失为藏剑大国武者所拥有的实力。 这剑技比杨末的剑技更加高明, 看起来藏剑大国, 倒也并非徒有虚名。 灵霄一边战斗, 一边仔细观察着对手的武技, 这也是他的一种习惯。 落眉轻影波, 在那三十多道剑光激将刺中灵霄的一瞬, 天上忽然间落下无数的梅花。 灵霄的身影, 伴随着梅花的范围, 可以出现在任何角落。 所有的攻击, 都轰在灵霄方才所在的位置。 击中的, 不过是一片空气而已。 灵霄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幻影杀。 手中血尊剑刺出, 又是两人惨死。 灵霄疯狂地吸收着这些人的内丹之力。 补充潜能, 提升修为海能量。 多重影杀。 幻影杀之后, 是更强大的多重影杀。 灵霄的身影, 实数到残影。 杀死了五个人, 重伤六个人。 就这样, 灵霄如同鬼魅一般, 血洗藏剑大国的舞者。 寝刻间, 已经杀的只剩下四个人。 这四个人, 是藏剑大国那些舞者之中, 最强大的四个。 三个神丹镜五重圆满, 一个神丹镜六重中期。 这四个人杀起来可没那么容易。 不仅剑法高超, 而且身法也不错。 想要秒杀比较困难, 不过死亡对他们而言, 也只不过就是迟早的事情。 住手! 突然, 那为首一人急忙大喊道, 少侠, 我们承认, 方才做错了。 但这里是秘境, 出现类似情况很正常。 你已经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也该解恨了吧。 我们道歉。 如果道歉有用, 那我们, 还修炼武技干什么? 灵霄的嘴角, 扬起不屑的冷笑。 假如他的实力比对方弱, 对方会饶过他吗? 答案是否定的。 绝对不可能。 阁下不要太过分了。 我们藏剑大国, 虽然不如雪月大国, 白龙大国和风后大国, 但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大国。 只要您饶了我们四个, 今天的事儿, 我们不予追究。 那为首的一人说道,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3934章, 脱胎换骨。 作者, 千里牧尘, 不予追究。 呵呵, 真是好大的口气。 灵霄讥讽道, 我连东圣强国都敢招惹。 你区区一个藏剑大国, 真以为我会怕吗? 说话间, 灵霄的身体周围, 浮现出十把锐利的剑芒。 剑芒之上, 包裹着紫蓝色的火焰。 森了, 恐怖, 速杀! 听到灵霄的话, 四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他们真没想到, 灵霄居然是如此胆大包天之人, 连东圣强国都敢惹。 虽然东圣强国在四大强国之中并不算最强, 但强国就是强国, 比任何一个大国都要恐怖。 就算是雪月大国, 号称实力接近强国, 也绝对没办法与东圣强国相比。 这人到底是谁? 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愿意交出身上所有的东西, 希望你可以留下我们几条狗命。 终于, 他们开始恳求了, 无法威胁灵霄, 只能祈求。 哼哼, 有那个必要吗? 杀了你们, 我想要什么东西, 依然可以得到。 灵霄冷笑一声, 十剑七出, 十道剑光, 分别席向那四个人, 而后同时发动卸光分身斩。 两种攻击联合, 片刻之后, 那四个活蹦乱跳的家伙, 已经成为了四具尸体。 灵霄将他们的尸体, 用火焰给焚尽, 吸收了他们的内丹之力。 修为海能量也提升到了三成, 不过他感觉, 真得是越来越困难了。 修为提升到神丹镜四重前期之后, 单纯靠吸收别人的内丹之力来提升, 真得有些难。 必须得复制以天才地宝才行啊。 杀人夺宝! 灵霄将这些人的储物戒, 全部收了起来。 大部分人储物戒里都比较干净, 只有一些备用的上品灵石, 以及丹药和灵符。 只有那为首一人的储物戒里, 竟然有两套手抄本的武技。 一本是剑法, 而且是黄极六阶剑技。 另外一本则是身法, 同样是黄极六阶。 灵霄已经有了落眉青影布和神魔印, 对这两样东西并不感兴趣。 只是用霸天武魂复制下来之后, 就给了杨墨。 杨墨愿意用生命来守卫他, 他自然不会那么吝啬。 尤其是自己用不到的东西, 当然要让杨墨沾沾光。 以杨墨神丹镜五重修为, 修炼黄极六阶五计还是可以的。 不过灵霄觉得他的实力还是稍差了点, 尤其是资质不行, 必须得进行洗炼。 想到这里, 他从自己的储物戒里取出了一枚内丹。 这内丹来自于水白狼, 属于神丹镜八重圆满境界的内丹。 是一颗天丹? 灵霄当初没来得及用, 修为就下降了。 送给紫千叶的时候, 紫千叶也没要。 如今正好可以给杨墨用了。 杨墨的实力越强, 接下来对他的帮助也会越大。 杨墨, 你现在感觉如何了? 伤势是否复原? 灵霄问道。 嗯, 已经完全好了。 杨墨道。 你可相信我。 灵霄问道。 当然。 杨墨点头道。 那好, 把你的内丹给我。 灵霄并没有说要干什么, 只说要杨墨把内丹给他。 换了别人, 恐怕会迟疑的。 但杨墨没有, 不是他蠢, 而是因为他相信灵霄。 如果灵霄真要害他, 根本就用不着要他的内丹, 只需一招, 就可以让他死得干干净净, 什么都不留下。 灵霄接过了杨墨的内丹, 而后开始了融合。 这个过程有些艰难, 毕竟他如今修为不如当初, 再加上水白狼的内丹, 本身也比较强悍。 所以, 足足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才终于将两枚内丹融为一体。 消耗可真大, 不过是有价值的。 灵霄将内丹还给了杨墨。 杨墨内丹归位的那一瞬, 猛然间感受到, 身体开始了巨大的变化。 只是片刻时间不仅修为连跳, 突破到了神丹镜六重圆满。 而且, 肉身各方面都变得强悍了许多。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他的资质, 变得比以前强大太多了。 杨墨从今往后这条命, 就是灵霄大哥的了。 杨墨双膝跪地, 感恩戴德。 灵霄简直就是他的再造父母。 他的父母给了他生命, 而灵霄却让他拥有了新的武道生命。 好了, 时间不多了, 咱们还是继续前进吧。 这里已经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其实灵霄看到内丹融合的效果这么好, 他也曾想过将自己的内丹与东圣古皇或者道神的内丹融为一体。 但是尝试过, 并未成功。 估计是因为他的修为还是太低的缘故。 不过相信以后一定可以实现的。 只要懂了方法, 融合内丹便会很容易。 只可惜, 每个舞者一生只能融合一次别人的内丹。 他还是要仔细考虑, 仔细选择的。 是选择道神的内丹, 还是选择东圣古皇的内丹, 接下来需要仔细考虑考虑。 两位, 把身上的东西给我们吧。 就在他们准备动身离开的时候, 又有几个人突然出现。 这几个人的实力与藏剑大国的舞者实力差不多。 人数只有六个, 但是张扬的程度却一点不逊色。 一开口, 就让林霄和杨默把身上的宝物让给他们。 好大的口气, 别说我们没得到什么宝物, 即便得到了。 你们强得走吗? 杨默冷笑道, 实力强大了, 人的自信也强大了。 杨默以前是不敢这样轻易开口的, 但现在, 他有了这种底气。 好小子, 我看你们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 区区两个人而已, 竟然也敢跟我们较劲。 找死! 其中一人突然出手, 手中长刀挥舞, 照着杨默就砍了下去。 林霄并未出手, 杨默修为突破, 还需要在实战之中磨练一番。 而且, 对手只有神丹镜五重圆满, 跟杨默相差甚远, 根本不是对手。 林霄大哥, 我可以杀了他们吗? 杨默问道, 当然, 秘境之中,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他们既然不肯放咱们走, 就没必要手下留情。 这六个人, 都归你了, 那单给我留着就行。 林霄淡淡道, 是。 杨默说完话的一瞬, 手中长剑出鞘, 一道寒光破空而去, 那扑过来的舞者, 甚至没有看清楚剑光的来源, 只感觉到刺眼的剑光照, 得自己眼睛都要看不见东西。 然后咽喉上一田, 人就坠落在了地上。 杨默再度一剑, 将那人内丹挑出, 给了林霄。 林霄用烈火熔炼, 吸收了内丹中的能量。 两人的配合, 相当不错。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3935章, 金国不让须眉, 作者, 千里牧尘。 什么? 那几个人根本没想到, 杨默会如此强大, 不由心惊胆战, 于是转身就逃, 再也不惦记什么宝物了。 杨默此时却愣住了, 如果是之前的他, 根本不可能如此轻易将他高手击杀。 而现在, 当林霄为他改造了内丹之后, 他的战斗力直接飙升了。 这真得太强悍了。 感觉如何? 神丹进六重圆满修为的力量。 林霄笑着问道, 强? 真得是太强悍了。 杨默笑得乐开了花, 以后你还会变得更强的。 我给你融合的内丹, 可是深海, 龙玉天才水白龙的神丹进八重圆满级别的内丹。 也就是说, 你的修为最起码也能提升到那个境界。 林霄继续说道, 听到这话, 杨默更是感觉自己被幸福给包围了。 好了, 打扰你沉浸在幸福之中, 不过咱们该出发了。 在这里, 已经耽搁了不少时间, 大量的舞者都已经朝前面的方向去了。 我终究还是有点担心施少宝他们。 虽说那三人都很厉害, 但毕竟形单影之, 面对大谷的敌人也是很麻烦的。 好, 杨默现在信心爆棚, 就算还没有修炼藏剑大国舞者身上得到的皇级六阶舞技, 但以他现在的修为而言, 绝对能帮到施少宝等人很多忙了。 随即, 两人破空而去, 朝着施少宝、 冥霜和叶冷艳三人前进的方向追去。 灵霜的担忧其实不无道理, 因为此时, 这三人的确遇到了麻烦。 距离他们非常远的地方, 是一片洞府林立的怪异之地, 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舞者。 他们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而且每个人的眼中都透出紧张和兴奋的神色, 就仿佛是发现了什么宝物, 而又担心弄不到手。 包围圈中央已经堆积了许多尸体。 尸体几乎累, 砌成了一个高台。 这些尸体并非是以前留下来的, 也不是因为机关陷阱而死亡的。 他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方式杀死。 几乎每个人的丹田位置都扎着一根长长的骨刺, 并且咽喉被风锐的冰刃切开。 尸山之上站着的是两个女孩。 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二岁左右, 娇俏的面容上透着的却是冰冷的杀鸡。 她的衣服上已经沾了很多鲜血, 而且脸色有点发白, 并非受伤, 看起来像是战斗时间太久, 消耗太大导致的。 另外一个也就是十八岁左右, 黑色的紧身战袍包裹着她玲珑的体态。 双手的匕首之上滴滴答答不断有鲜血滴落。 她的情况比那小女孩要好很多, 似乎参与战斗并没有多长时间。 体力和精力都很旺盛。 小女孩正是冥霜, 而那年轻女子则是夜冷艳。 面对密密麻麻的人群包围, 她们无法轻易逃脱, 但也绝不愿意束手就擒。 既然有人要她们死, 她们就先杀个痛快。 至于她们为什么会被包围,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此处洞府伶俐, 但大多数都已经被曾经来过的人逃光了宝物。 冥霜来到这里的时候, 凭借自己出众的灵魂力, 察觉到了一个洞中洞。 进去之后, 便发现了一颗奇异的魂珠。 这魂珠乃天地所生, 没有品级, 但是在冥霜手中爆发出来的威力, 却超过了真品天王器。 魂珠的名字为鬼域魂珠。 可惜那死亡之人的灵魂力量, 增强自身的实力和攻击。 对于冥霜而言, 简直就是量身打造的好东西。 除了这鬼域魂珠之外, 里面还有不少宝物以及武器、 秘法等东西。 于是他联系了施少宝和夜冷艳过来。 施少宝得到了一把真品天王器级别的宝刀, 还有一件非常适合他的战甲。 同样是真品天王器。 夜冷艳也得到了好几件宝物, 而且品质都不低。 剩下全部被冥霜放进了储物界, 准备给灵霄和阳墨。 当然, 宝物毕竟只是身外之物, 就算再厉害, 也无法一直跟随主人。 最奇妙的还是, 三人在这洞府之中, 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传承。 修炼一段时间之后, 冥霜第一个取得了突破。 修为直接飙升到神丹镜六重圆满, 而且掌握了两门更强大的秘法。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察觉到了这个洞府的存在。 于是乎, 开始有武者企图涌进来打扰他们修炼, 夺取他们身上的宝物。 因为施少宝和夜冷艳都还在修炼。 于是, 冥霜孤身一人堵住洞口, 熬战十多分钟, 杀死数十个敌人。 此时, 夜冷艳也突破了。 吸收了传承的力量, 修为达到了神丹镜六重圆满, 并且也得到了黄极六阶五级的传承。 只剩下施少宝一人, 还在继续修炼。 夜冷艳出来帮忙, 两人又站了半个小时。 围过来的敌人越来越多, 地上的尸体也越来越多。 于是乎, 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若两人还是之前的修为, 恐怕此时已经死了。 好在两人不光修为大幅度暴涨, 而且还修炼到了新的秘法和武技, 并且拥有了强大的法宝。 两个小美人, 不要挣扎了, 留下你们身上所有的宝物, 还可让你们两个活命。 否则的话, 你们不光要死, 还要遭受无情的蹂躏。 你们可要看清楚了, 这里多的是男人。 男人看到美人会有什么反应, 不用我们提醒, 你们就该知道吧。 人群中传来一个冰冷细血的声音, 威胁的意味非常浓郁。 不错, 别看你们现在杀得挺欢食, 但死的都是些垃圾。 而且我们人多, 就你们两个, 累死也不可能全部杀光。 最后倒霉的依然会是你们。 所以, 为了大家都好, 奉劝你们两个乖乖投降吧。 又有人道, 明霜的脸色依旧冰冷。 冷燕姐姐, 我不想投降, 你呢? 她看了叶冷燕一眼道, 我自然也不会投降。 我们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 怎么可能交给他们? 而且, 咱们的朋友还在里面呢, 绝不能让这些人打扰了她的修炼。 叶冷燕咬了咬牙道。 虽然, 两人都是女子, 但巾帼不让须眉。 为了朋友, 她们也可以做出令人敬佩的事情来。 说得好, 冷燕姐姐, 灵霄哥哥的确没有看错你。 明霜笑了笑, 直接吞下一枚顾魂丹, 原本苍白的脸色, 很快恢复。 灵霄虽然不在这里, 但是却依然能帮到他们。 那些丹药, 就是最好的帮手。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3936章, 鬼欲魂珠, 血衣之威。 作者, 千里牧尘。 来吧, 想要夺走我们身上的东西, 就做好死亡的准备吧。 我们决定, 血战到底。 最后八个字, 两人同时说了出来, 声音响彻尸山之上。 哼, 大家也都听到了。 这两个女人, 完全不知死活, 跟她们废话, 没什么意思。 不如继续攻击吧。 有人大声道, 不错, 这两人杀了我们那么多人, 如今已经成为西天强国的众矢之地。 她们不死, 难以平民愤。 这些人本来以为两个女人很容易对付, 可却死了很多人, 心里头不爽, 自然要咄咄逼人。 当然更重要的是, 她们看上了明霜和夜冷艳身上的宝物。 不过, 虽然她们喊得很凶, 但实际上真正敢动手的, 却没有几个。 之前一窝蜂的攻击, 却死了数十个人。 这会儿, 她们都有些怕了, 之所以还不愿意离开, 无非是见识到了明霜手中鬼欲浑珠, 以及夜冷艳身上泄衣的威力。 一个个都眼红呢, 怎么可能会选择轻易离开啊? 杀又不敢杀, 走又不愿意走, 你们可真得是一群窝囊废。 明霜讥讽了一声, 不过眼下这种情况, 她还是比较满意的。 对方不敢继续一窝蜂攻击, 这对他们两个人而言, 压力就减轻了很多。 只要靠着灵霄给的丹药, 支撑下去, 完全不是问题。 僵持了许久, 终于有人按耐不住了。 你们不敢上, 我们上, 宝物就在那里。 总不能一直在这里浪费时间吧。 其中一个手持常见的人, 已经扑向了夜冷艳。 比起鬼欲魂珠, 显然夜冷艳的血衣更得她喜欢。 因为她是一个杀手, 一个擅长身法的杀手。 血衣的效果, 对于一个杀手而言, 简直就是神器。 没有人动手, 大家都不动手。 可一旦有人出手, 便会有很多人争相效仿。 毕竟宝物就那么几件, 万一被抢走了, 那可就麻烦了。 恐怖的杀意, 再度笼罩了明霜和夜冷艳。 两人背对着背, 目光坚定, 毫无动摇。 无论多少敌人, 他们都要守住洞口。 杀! 夜冷艳看到持剑之人朝她扑来, 身后还有另外几个高手追随。 冷喝一声, 抢先一步出手。 身上血衣, 骤然是放出一张血网。 这血网如同蜘蛛网一般, 但是要大得多, 而且完全有鲜血编织而成。 这里可是早就堆积成了尸山。 鲜血自然不缺。 朝她重来的那几个人, 尽管已经觉察到了危险, 可依然避之不及。 被那巨大的血网拦住, 竟然直接粘在了上面。 感觉身体之中气血翻腾, 难受至极。 死! 趁着这个机会, 夜冷艳化作残影, 手中的匕首刺入到了一人的咽喉之中。 随即消失, 然后再度出现。 就像是冰冷的杀手在收割敌人的幸免。 转眼之间, 攻击她的七个人全部被她杀死, 甚至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血衣的效果, 真得是太强悍了。 而那血网, 还只是其中一个效果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得到血衣的缘故。 同一时间, 冥霜的战斗也开始了。 鬼欲魂珠在她的身体周围环绕, 释放出一道道恐怖的灵魂气息, 杀向冥霜的那几个人都抱着脑袋痛苦地惨叫了起来。 鬼欲之光。 随即, 冥霜念头一动, 那鬼欲魂珠之上射出数道黑色的残影, 直接洞穿那几个人的丹田, 只留下了几具尸体。 脸上还保持着惊恐的样子。 冥霜与叶冷艳傲然看向众人, 没本事就不要出手, 否则血染当场, 有你们后悔的。 被围攻又如何? 危险又如何? 他们不屈不挠, 汗不畏死。 来多少? 杀多少便是?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们走吧。 人群中终于有人选择了离开, 这秘境那么大, 肯定还有别的宝物。 根本没必要在这里死战。 反正这里这么多人, 就算真得杀了冥霜和叶冷艳, 东西就真得一定落到自己手里吗? 我也走了。 一瞬间, 上百人选择了离开。 不过留下来的, 依然占据多数。 因为两件宝物的吸引力, 实在是太大了。 那红色的血衣, 不仅可以让舞者遁形, 还能吸收鲜血, 增强攻击, 释放血网, 增加防御。 更何况, 还是真品天王器级别的宝物。 不得到, 太可惜。 至于那鬼欲魂珠, 虽然似乎用在灵魂舞者手中, 效果更好。 但普通人拿了, 依然可以当作一件衬手的法宝。 他释放出来的灵魂威压太可怕了。 就连神丹镜六重舞者, 都能感受到头痛欲裂。 再说了, 两人身上可不仅仅只是这两件宝物, 还有许多虽然不如这两件, 但效果依然不差的宝物。 就算危险, 但是贪婪和欲望, 依然能够让人们忘记危险。 变得疯狂。 我看这两个女人身后的洞府之中, 应该还有好东西。 他们之前的修为没有这么强, 可是进入一次洞府之后, 出来就变得如此恐怖。 我怀疑, 里面有比这法宝更令人激动的传承。 或许是觉得, 众人士气有点低落, 有人开始煽风点火了。 不错, 这两个女人堵住洞口, 一定有原因。 不如大家联手杀了他们, 然后各凭本事夺宝如何。 之前虽然他们也在攻击, 但都是个怀心思, 没有一个人真正全力攻击的。 都想流离夺取宝物, 结果才会死了那么多人。 要知道, 他们这些人可不弱呀。 可是现在, 他们发现, 这两个女人并不简单, 一个个上去送死, 根本不值得。 倒不如先把这两个女人干掉了再说。 这里剩下的, 还有两百人左右。 如果全部联手对付明霜和叶冷艳, 还真得是一股非常可怕的力量。 不能让他们达成一致, 先打乱他们的节奏。 叶冷艳看了明霜一眼道, 不错, 看起来只能主动出击了, 好在这里这么多尸体, 够我用了。 冷艳姐姐, 先飞起来。 明霜说话间, 已经腾空而起, 而后操纵鬼欲魂珠, 一股黑气, 包裹了地面上的那数十具尸体。 灵魂的仆丛, 从罪恶的深渊之中苏醒吧, 为我而战, 为我而生。 随着明霜口中的咒语念诵完毕, 那数十具尸体竟然一个个站了起来, 浑身冒着黑气。 双眼呆滞, 动作也有些僵硬, 但速度却并不慢。 在明霜的操纵之下, 直接扑进了人群之中。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3937章, 鬼欲使徒血亡绞杀。 作者,千里牧尘。 鬼欲使徒,杀。 冥霜复活的那些尸体, 便是他从洞府之中得到的秘法之一。 黄疾六阶高等秘法, 鬼欲使徒。 虽然那些被复活的使徒, 无法使用生前的武技, 但肉身强度, 却与以前一样。 而且还成为了不死的怪物, 除非将尸体整个全部捣碎, 不然就算被分尸了, 它们依然能够活动。 同一时间, 叶冷宴也裹着血衣杀入人群之中。 血衣所到之处, 惨叫之声连连。 受伤者众多, 更有一人被叶冷宴直接摘下的头颅。 叶冷宴话不多, 外表看起来像个乖乖女, 但是杀人却一点都不含糊。 啊! 一个舞者被鬼欲使徒摁倒在了地上, 瞬间就被咬得面目全非。 片刻之后, 死去的他爬了起来, 加入到了鬼欲使徒的行列之中。 这一招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 对方没死一个人, 冥霜的帮手就会增加一个。 快! 快杀了他们, 不然今天咱们都得完蛋。 人们惊呼着, 纷纷释放出了强悍的攻击, 杀向了叶冷宴和冥霜。 此时的他们, 很清楚自己的选择不多。 要么选择逃跑, 要么就得出手, 而且是全力出手。 否则面对冥霜和叶冷宴, 他们真得得一个个被干掉了。 叶冷宴身穿血衣, 如同鬼魅一般。 不仅防御极强, 而且速度极快。 血衣释放出的一道道血色光芒, 更能直接攻击敌人。 敌人甚至根本都摸不到他, 更不要说杀了他了。 至于冥霜, 他的身体周围有好几个鬼欲使徒保护, 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不过他们两个毕竟是丹丽姑, 而此时, 有更多的人从周围赶来。 虽说逃走了不少人, 可又来了很多人。 这些人一开始还在围观, 并没有出手。 可是, 当他们发现叶冷宴的血衣 与冥霜的鬼欲浑珠的时候, 眼中顿时透出贪婪之色, 也加入到了攻击之中。 突然, 一道黑色的身影 从冥霜的身后出现。 一具鬼欲使徒 被他当场撕裂。 而后, 那巨大的爪子 抓向了冥霜的头颅。 白骨牢笼! 冥霜急忙施展白骨牢笼抵挡。 有鬼欲浑珠增幅, 这原本只是黄极五阶密法的 白骨牢笼, 如今也可以爆发出 黄极六阶的威能。 硬生生挡住了那舞者的攻击。 恐惧之眼。 冥霜的双眼之中, 骤然透出血红色的光芒。 那舞者看到这双眼睛 当时陷入到了惊恐之中, 一时间竟然忘记了逃跑。 被白骨牢笼的骨刺穿透身体, 又被剩下的鬼欲使徒给咬死。 片刻之后, 身上冒起了黑烟, 也变成了鬼欲使徒。 这丫头的鬼欲浑珠太可怕了。 虽然围攻的舞者都知道 鬼欲浑珠可怕, 但正是这种可怕, 却让他们产生了更强烈的贪欲。 这么好的东西, 如果自己弄到手, 就算发挥不出这少女的威力, 但也一定可以有别的效果。 实在不行, 还可以拿去与灵魂舞者进行交换, 换取自己可以用得到的好东西。 杀! 又有几道身影扑向了明霜, 各种武器轰在了白骨牢笼之上。 咔嚓! 咔嚓! 白骨牢笼节节碎裂, 眼看就要毁灭。 忽然间, 那鬼欲浑珠之中 释放出一股可怕的灵魂力。 白骨牢笼的颜色居然变成了黑色, 原本断裂的部分重新结续。 不仅如此, 白骨牢笼的四个方向上 竟然浮现出了巨大的黑色怪物。 手中各持一把冰刃, 狠狠砍向了扑过来的那些舞者。 不好! 糟糕! 快逃啊! 那几个舞者察觉到不对, 想要避开, 却被鬼欲使徒抓住了腿脚。 只是片刻地耽搁, 就被黑色的古怪给砍杀了。 继续, 不要怕! 鬼欲浑珠展现出来的能力越强, 就越是让这些人疯狂。 杀死那几个人, 不仅没有让其他人感觉到畏惧, 反而引来了更多人的攻击。 明霜脸色惨白一片, 感觉到头疼欲裂。 这种秘法的维持, 是要消耗很大的灵魂力的。 对方每发起一次攻击, 都会让他痛苦无比。 轰! 轰隆! 当! 咔! 各种兵刃, 拳脚如同雨点般砸在白骨牢笼之上。 尽管不断有鬼欲使徒上前阻挡, 但也只能抵挡片刻而已。 鬼欲使徒毕竟无法使用武技或者秘法, 只能靠肉身战斗, 战斗力还是比较弱的。 眼看明霜要遇到麻烦, 一道血光飞来, 明霜知道是夜冷咽到了, 于是催动灵魂力, 释放白骨牢笼, 无数的白骨释放出来, 将那些正在攻击他的舞者, 全部困住。 夜冷咽过来之后, 只需要收割生命, 将这些围攻冥霜的舞者一个个干掉。 平常也许一对一的时候, 还需要数百招才能解决, 但现在, 却只需要一招就搞定了。 这就是配合作战。 两个女孩子在战斗之中配合越来越娴熟, 这也是她们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关键。 人群又一次退了开去, 一拨猛攻之后, 留下了十几具尸体。 而且, 那些尸体又一次化成了鬼欲使徒, 站在明霜和夜冷咽的周围。 除去被破坏掉的, 现在还有三十多个。 该死, 这两个女人联手太可怕了。 配合她们手中的法宝, 还有各自的五级秘法, 简直就是滴水不漏啊。 人们牙齿, 咬得恨恨的。 越看越觉得眼红, 不光是法宝, 还有两个人的五级秘法, 简直就是专门配合两件法宝而生的。 此时又有一拨人赶了过来, 是那两个女人不见灵霄的踪影, 看起来她们应该是分开了。 来的这拨人之中, 就有雪月大国的舞者。 玄机王子, 要不要动手? 这两个女人好像运气不错呀, 得到了极好的东西。 与其便宜别人, 不如咱们雪月大国收了。 夏侯牧问道, 夏侯牧之前去偷袭灵霄, 结果被吓得逃走, 还扔下了同伴的性命。 冰皇宫等于有两个人都死在了灵霄之手。 他对灵霄, 那可不是一般的恨哪。 战斗暂时停了下来, 所以他们也不着急。 都让开。 冰玄机没有回答夏侯牧, 却是冷哼了一声, 冰冷的气息在空气之中弥漫。 一瞬间, 吓得正在围攻冥霜和夜冷雁的舞者, 纷纷避开。 雪月大国的舞者, 即便失去了月魔宫和雪阳宫, 仍然人数众多。 将近一百个人, 而且是一伙的, 不像现场虽然接近三百人, 但却各自属于不同的势力, 根本就不敢招惹他们。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3938章, 自以为是的冰玄机。 作者, 千里牧尘。 看到围观之人让开, 冰玄机微微一笑, 直接踩在空中走向了冥霜与夜冷雁。 你们两个做得很好。 现在将宝物交予, 我来保管。 我们雪月大国的人团结一致, 就不幸这些人敢再对你们出手。 夜冷雁与冥霜相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不屑。 开什么玩笑, 冰玄机是什么货色, 他们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把宝物交给冰玄机, 他们就死得快了。 本来这会儿之所以还没有战死, 就是仰仗了这两件宝物的效果。 交出去就是找死。 冰玄机, 你好不要脸, 之前不是说我们属于雪月大国的叛徒吗? 现在居然让我们把 好不容易得到的宝物交给你。 你也真是有脸说啊。 冥霜冷笑道, 放肆, 玄机王子宽宏大量, 看在你们为雪月大国 立下如此大功的份上, 自然会对你们从轻发落。 这些宝物你们交上来, 也并非属于窝等, 而是属于整个雪月大国。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小人度量。 夏侯木立声喝道, 我本来就只是个小女子, 小人度量又如何? 总比把东西交出去, 被人害死要好。 想要宝物, 凭本事来抢啊, 别总耍一些可笑的心眼, 真当别人都是白痴吗? 冥霜讥讽道, 姑娘此言诧异。 不如这样吧, 你们身上的宝物应该不少, 那鬼欲魂珠我可以不要, 你们只需将血衣交出来, 让我们使用。 这样一来, 咱们京城团结, 就不怕别人来抢。 这总存吧。 反正离开这秘境之后, 该是你们的, 还是你们的, 又何苦一味地那么执拗呢? 冰玄机笑眯眯地说道, 呵呵, 好冠冕堂皇的理由。 既然你这么说, 倒也简单。 我二人都是雪月大国之人, 宝物用在你们手里, 或者用在我们手里, 都是一样。 更何况, 我们二人掌握了使用这两样法宝的神通。 用起来更加衬手, 就不必借给别人用了吧。 如果你想要表现出自己的诚心, 那就把这些围攻我们的人都给击退了。 冥霜淡淡道, 这小丫头跟在灵霄身边久了, 也学的是灵牙利齿。 冰玄机想要忽悠她, 那肯定没门。 你们这话不对。 夏侯木摇头道, 你们实力低威, 只会浪费法宝的威能。 倒不如把血衣给了玄机王子, 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效果。 再者说了, 我们要帮忙, 总不能什么好处都没有吧。 难不成, 你们真的想要以叛徒之名, 死在这里吗? 夏侯木的话, 透着强烈的威胁。 冰玄机虽然没有去接这个话查, 但看她没有反对夏侯木说下去便知道。 她也是这个意思。 若冥霜和叶冷艳执意不肯交出法宝, 那他们只能动手了。 说到底, 你们为的也不过就是法宝。 那还说那么多屁话做什么? 究竟谁是雪月大国的叛徒, 自然会有雪月大国的高层说了算。 而不是你们这些居心叵测之辈。 冰霜不屑地说道。 好啊, 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看起来, 星夜他们说的没错。 你们这几个人, 根本就是想要背叛雪月大国, 一点也不把雪月大国的利益放在心上。 夏侯木冷笑道, 笑话,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能代表雪月大国。 冰霜不屑道, 他代表不了, 那我们呢? 对, 我们都是这个意思。 你们跟随那叛徒灵霄, 残杀同门弟子。 今日给你们两个机会, 你们居然也不知道珍惜。 既如此, 倒不如今日清理门户, 将你们这些叛逆, 全都杀了, 免得日后生出祸患。 冰玄机冷冷道, 很显然, 他已经耐不住性子了。 无论是雪衣, 还是鬼欲魂珠, 都让他十分眼馋。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啊。 想要宝物, 就直说, 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难受。 明明是一颗黑心, 却要对别人说自己是白莲花。 冥霜冷笑道, 反正我们两个的敌人, 已经够多了。 你们想抢, 就尽管动手吧。 大不了, 要杀的人, 再多一些而已。 不错, 叶冷燕终于开口, 他的话很少, 但态度却很明确。 哼, 你们两个叛徒, 可真是会寻找理由。 我冰玄机, 乃冰皇宫首席, 也是下一任的雪月大国国王, 我让你们交出宝物, 你们就必须得交出宝物。 不交, 就是叛逆。 既然是叛逆, 就可以杀。 冰玄机冷哼一声, 连一点遮掩也不要了, 完全暴露出了自己贪婪的一面。 霸道非常, 他其实说白了, 不过就是冰皇宫的一个弟子而已, 就是强一些, 实际什么权力也没有。 却自询未来的国王, 自称不服从自己, 便是背叛雪月大国。 这也太过自大了一些, 周围那些人听到冰玄机的话, 也觉得无耻好笑, 但他们却不敢说什么。 冰玄机实力强大, 而且又是雪月大国的弟子, 他们惹不起。 师父曾说过, 这世俗之中有一种无耻之人, 总把自己标榜为正义的使者, 实际上, 却是一肚子的南道女昌。 我原来是不信的, 但现在信了。 洞府之中传来一阵声音, 师少宝从里面走了出来, 冷漠地看着冰玄机道, 你的无耻, 是我踏进世俗以来, 见到过最强的。 口口声声, 为了雪月大国的利益。 如果你真得那么伟大, 现在该做的, 就是替我们解围, 而不是盯着这些宝物。 师少宝一身战甲, 金光灿灿, 宛若一头狮子一般, 披挂在他的身上。 手中的冰刃, 再度更换。 是一把刀柄上, 有狮子图案的斩马刀。 沉重巨大的斩马刀, 足足有五千斤重。 挥舞起来, 虎虎生风。 当然, 更重要的是, 这玩意儿, 也是真品天王器级别的冰刃。 威力绝对不会比血一差。 我一日入永夜宫, 一日便是永夜宫的弟子, 绝不会背叛血月大国。 但你们这些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人, 根本不配做血月大国的弟子。 就算杀了你们, 相信狼将军他老人家, 也会原谅我的。 师少宝继续说道, 随即, 他看向了雪无双一眼道, 雪无双, 你是永夜宫的代表, 也是雪满天国王的女儿。 今日你该说句公道话吧? 咱们永夜宫被如此欺负, 你不会准备无动于衷吗? 这是师少宝留给雪无双最后的机会。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3939章, 冰之女神, 作者, 千里牧尘, 废话, 冰玄机的话, 就是我父亲的话, 我自然听她的。 你们这些人, 早已经被我, 踢除出永夜宫之外, 不配做永夜宫的弟子。 雪无双丝毫没有犹豫, 便大声说道, 我们不配。 师少宝笑了, 真是个愚蠢而又自负的女人。 你以为你是谁? 永夜宫公主吗? 只可惜你不配, 说你是永夜宫的代表, 那不过是, 给你个面子而已。 你一来实力不行, 二来自始至终, 就瞧不起永夜宫。 我们真正的代表, 真正的首席是灵霄。 身为王者的弟子, 她才是最有资格成为永夜宫公主, 甚至雪月大国国王的人。 包括你和冰玄机, 都只是她的陪衬而已。 杀了他们。 冰玄机已经不准备废话了。 她被师少宝等人彻底激怒了。 将手一挥, 所有雪月大国的舞者, 都扑向了师少宝, 冥霜和叶冷艳。 你们两个抓紧恢复, 我来抵挡一阵子。 师少宝低语了一声, 而后向前跨出一步, 手中斩马刀疯狂斩出。 那一瞬, 空间仿佛都被撕裂了。 恐怖而巨大的刀器, 疯狂批出。 快躲! 意识到, 这刀器的可怕。 冲向师少宝等人的雪月大国舞者, 纷纷躲避。 然而, 终究还是有不少人避之不及。 这一刀, 直接杀死了诗人。 刀器在地面上, 留下了一道恐怖的沟壑, 让人站立不已。 好可怕! 冲向三人的人, 全部都停了下来。 包括之前围攻明霜和叶冷艳的人, 也都唯恐避之不及。 师少宝这一击, 太可怕了。 哼! 冰之女神, 承接这些无知凡人吧。 就在此时, 冰玄机出手了。 她的身后, 浮现出一尊绝美的容颜。 那是她的武魂, 冰之女神。 狂暴的寒风, 在一瞬间刮起。 整个空间都变得寒冰刺骨。 厚重的冰墙, 将外面与里面的世界隔绝。 之前那些围攻明霜和叶冷艳的人, 居然被隔离了开来。 他们尝试过去轰击冰墙, 只可惜根本毫无作用。 冰墙纹丝不动, 而且每一次的轰击 都会导致自身力量的冻结, 那种感觉真得非常难受。 攻击吧, 冰之女神会赐予你们力量的。 冰玄机轻轻挥了挥手, 对着所有雪月大国的舞者下令。 那些舞者的身上, 全部都穿着了如同水晶一般的铠甲, 变得坚硬无比。 而冰霜, 夜冷艳和施少宝的脸色, 却不怎么好看。 在这森寒的环境之中, 他们根本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 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的可怕。 冰玄机的声音冰冷而且肃杀, 以一人之力重振士气。 雪月大国的那些舞者, 顿时变得狐狐生威。 他们开始围攻施少宝、 冰霜和夜冷艳。 尽管三个人都拥有各自的宝物, 尽管三个人的实力都提升到了神丹镜六重圆满, 但他们都不如冰玄机。 就算是联手, 也不是冰玄机的对手。 冰玄机太可怕了。 难怪能够成为雪月大国第一天才, 能够成为冰皇宫的首席。 只一瞬间, 所有的鬼域使徒都被冻结成了冰块。 任由雪月大国的舞者们撕裂。 冰玄机露出了一抹冷笑, 他将手一挥将冰墙开起了一扇门。 外面的那些人, 想要夺取他们身上的宝物吗? 我给你们机会, 就看你们敢不敢要了。 他真得狠施恶毒。 要让施少宝、 冥霜和夜冷艳被这些人围攻而死, 他的手上还不用沾一滴血。 如此一来, 就算永夜宫的那些强者怪罪下来, 也跟他没有直接关系。 根本无法问罪。 那扇门里, 终究还是涌入了上百人。 虽然还有两百多人选择了旁观。 但冰墙之中, 两百人围攻三人, 尤其是冰玄机这个可怕的存在, 让冥霜三人陷入到了苦战之中。 施少宝的刀器的确可怕。 但是冰玄机的寒气更可怕。 每一次他要击杀雪月大国的舞者的时候, 都会被冰玄机刻意阻拦。 不过, 杀戮还是没有停下。 冰玄机可怕不假。 但冥霜, 夜冷艳和施少宝也不是吃素的。 施少宝宛弯若黄金战神一般, 手持斩马刀杀入人群之中,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击杀敌人。 冥霜的白骨牢笼在地面上不断射出, 击杀一个个敌人。 夜冷艳身着血衣, 令惨叫声此起彼伏。 不过他们三个杀死的, 基本都是那些贪婪的其他舞者。 至于身穿冰金铠甲的血跃大国舞者, 除了赶刚刚施少宝那一刀砍杀的十人之外, 到目前为止也就杀了两个而已。 太难了。 冰玄机的舞魂太可怕了。 战斗在不断持续。 施少宝、 冥霜和夜冷艳都开始负伤。 每个人的身上都留下了许多伤痕。 毕竟是丹利姑啊。 虽然他们已经斩杀了五十多个人, 鲜血洒满了冰墙之内, 可是人的力量终究是有极限的。 他们还是达不到灵霄那种可怕的程度。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冰玄机悬浮于半空之中, 冷漠地看着下方血战的三人露出了一抹冷笑。 他看中的宝物, 就一定是要弄到手的。 不给他, 那就等着去死吧。 突然, 冥霜愣了一下, 脸上浮现出了惊喜之色。 他来了, 他? 冰玄机愣了一下, 而后却不屑地说道, 你口中的他, 是灵霄吧。 只可惜, 今天就算是灵霄来了, 也就不了你们。 我冰玄机要你们死, 你们都得死。 包括灵霄也一样。 你们以为, 就你们得到了传承和宝物吗? 我当然也有。 之前冰玄机没有对灵霄出手, 那是因为他并没有绝对的把握。 但现在不一样了。 灵霄到来, 他只会高兴。 你这么说, 只能显示出你的无知。 你根本就不知道, 灵霄哥哥有多么可怕。 冥霄嘲讽地看了冰玄机一眼。 他以前也曾见到过, 有人像冰玄机这般骄傲, 以为自己就是命运的主宰, 以为自己可以将灵霄轻易击败。 但事实上, 那些骄傲的人就没有一个可以逃过灵霄的击杀。 骄傲, 远处, 一道血红色的闪电急驰而来。 这闪电不仅快, 而且恐怖, 所过之处, 寸草不留, 地面都变得焦黑一片。 轰隆, 一道恐怖的落雷从天而降。 血色雷神? 灵霄没有手下留情。 这恐怖的血色雷神轰在了人群之中。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3940章, 不交出宝物就杀。 作者, 千里牧尘。 血色雷神降落人群。 瞬息间, 二十多个人被直接轰成了焦炭。 最可怕的是, 连同那冰墙一起也被轰塌了。 灵霄悬浮于半空之中, 冷漠地看着冰玄机。 此时, 一道剑光飞来, 穿透人群, 又有好几个人惨死在剑光之中。 杨末出现在了灵霄的身边。 本来两人是一起赶过来的, 不过灵霄的速度实在太快, 杨末这才落在了后面。 冰玄机等人死死盯着灵霄和杨末。 这两个人的到来, 让血跃大国又有十多个人被杀。 虽然其他武者死得更多, 不过冰玄机自然不会在意这些。 灵霄, 龙剑山杀你真得没错。 你狼子野心, 就该被杀。 冰玄机终于开口, 冰冷的声音仿佛要将灵霄凝固一般。 哄, 恐怖的火焰在灵霄身体上燃烧起来。 周遭的寒冰一瞬间全部融化, 甚至蒸发。 住口!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给我定罪? 灵霄看着冰玄机, 力声喝道。 王增亲口嘱咐, 我等不得自相残杀。 然而你们呢? 你们这些无耻之由, 竟然为了两件宝物, 便火同外人一起攻击自己人。 你们才是血跃大国真正的叛逆。 可耻! 你问我有什么资格给你定罪? 就因为我是冰玄机, 我是血跃大国的青年领袖。 你不服吗? 冰玄机冷冷道, 青年领袖? 哼, 那么你有胆量与我一战吗? 灵霄傲然看着冰玄机, 恐怖的气息不断释放出来, 令周围的舞者都是胆战心惊。 虽然他没有得到什么法宝, 可是他足够强大, 挑战冰玄机? 血跃大国的舞者都愣住了。 他们之所以听冰玄机的话, 就是因为冰玄机足够强大, 代表了血跃大国年轻一辈的最高武力。 没有人敢违抗他。 可现在, 灵霄居然要挑战冰玄机, 这真得是让他们脑子里有点混乱。 冰玄机也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露出了猙獰的冷笑。 他看向灵霄道, 和你一战? 有何不敢? 你算的什么东西? 我才是血跃大国的青年领袖, 也是这一次秘境之行的最高首席。 你们必须得听我的命令。 我说什么, 就是什么, 我要给谁定罪, 就能给谁定罪。 这番话说出口, 其余血跃大国的舞者, 没有一个人反对。 甚至还有人高呼支持, 这就是冰玄机的权势。 冰皇宫本就是血跃大国的最强宫殿, 冰皇宫公主则是血跃大国国王。 她冰玄机就是如同太子一般的存在。 虽然在血跃大国并没有明文规定, 其余宫殿必须得听冰玄机的话。 但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冰玄机就是未来的冰皇宫公主,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就算是那些将军, 王侯也要听她的命令。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 冰玄机变得自大狂妄。 灵孝! 你们几个虽然通过了咏夜宫的考核, 成为了咏夜宫的弟子。 但若不服我的管教, 便不算血跃大国的弟子。 我有绝对的权利, 随时将你驱逐出血跃大国的弟子之列。 就算是你们咏夜宫的高层, 也不敢违背。 今天, 雪阳宫和月魔宫的事, 我可以既往不救。 但是, 如果你们想要活着, 就必须得交出你们得到的宝物, 还有功法。 否则, 只有死路一条。 见识了灵孝的脾气之后, 冰玄机说话也变得直接了许多。 不给宝物就杀。 笑话, 我们需要你的承认吗? 连雪月之王玄满天都承认了我们的存在。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交宝物就杀。 今天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杀? 灵霄讥讽地看着冰玄机。 这个冰玄机, 他以为别人都会畏惧他的强势吗? 狂妄之徒。 夏侯木骂道, 敢对玄机王子不敬, 你找死。 话刚说到这里, 灵霄的一道目光便令他闭上了嘴。 你叫夏侯木是吧? 侥幸逃过一死, 你最好闭上嘴。 否则今天不管是战况如何, 我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冰冷的目光令夏侯木浑身颤抖。 张了张嘴, 终究还是不敢说话。 灵霄的厉害他已经见识过了, 可不想在这里丢掉信念。 废物! 冰玄机骂了夏侯木一声, 而后道, 灵霄, 你的确很厉害。 连夏侯木也能被你镇住, 的确不简单。 但你不该与我为敌。 若你踏踏实实辅佐我, 日后永夜宫必然崛起。 你也会成为我的左右手。 可你非要与我为敌, 我不杀你。 如何对得起王对我的信任? 我是个稀才之人, 最后再问你一句, 是否交出宝物? 你再问十遍, 都是不交。 灵霄冷冷道, 要战就战, 何必废话? 你若是能赢了我, 那两样宝物自然给你。 宝物是他们的, 你有资格来定夺。 冰玄机骤霉道。 灵霄笑了笑, 回头看向了明霜, 夜冷宴和施少宝道。 你们愿意把宝物给我吗? 不是借, 而是送给我。 愿意。 三人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就将宝物递给了灵霄。 不过灵霄并未去接, 他的肉身就是最强大的宝物, 他的风火轮, 威能不比那些宝物差。 他只是, 要让冰玄机看看, 什么叫做以德福人。 冰玄机的脸色, 有些难看。 他可是雪月大国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青年领袖。 他都无法让那三个人服从, 而灵霄却轻而易举地让他们听从。 这不就是打他的脸吗? 好, 既然如此, 就战吧。 冰玄机决心通过自己强大的实力来夺取宝物。 等一下, 我若输了, 那些宝物都是你的。 可你若是输了呢? 灵霄淡然看着冰玄机透出强烈的自信。 我会战败。 冰玄机突然狂笑起来, 冰皇宫乃雪月十二宫中最强大的一宫。 而我冰玄机是冰皇宫的首席青年领袖。 所有青年一代都得听我号令。 你以为我如果实力不行的话, 他们会听我的吗? 你也未免太小看雪月大国第一天才了。 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灵霄突然笑道, 你这就叫井底之蛙, 愚昧无知。 什么? 冰玄机眉头皱了起来。 不懂吗? 就算你是雪月大国第一天才又如何? 那只能证明雪月大国的年轻一代还不够优秀而已。 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你不会说, 你真得太看得起自己了。 灵霄不屑道。 本章完。